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的主任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的是汉唐宋元考古及海外文物交流研究 并且呢负责了浙江元藏考古和中韩合作交流等 然后多项工作 同时呢李慧达老师也出版了五岳国考古 国英成座宋60考古成果图录 然后发表了考古发掘简报论文二十余篇 那么就请孙老师来继续 好的谢谢林安妮娜 欢迎惧达老师啊好久不见的这是 感谢惧达老师给我们这样一次机会能够请到他 然后这一次讲座其实是约了好久的 不过我看了一眼这个列表 我们的同学们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外缘好像更多一点 李老师一会儿讲的时候可以激情一点 把你的这个名声传到祖国大地去 客气啊 我把话筒和屏幕都交给你 你请开始 好的 非常感谢啊因为这一次这个课其实应该是我去年年底都已经答应孙陆啊 然后正好今年原本是内蒙大学的学生春天吧 那个时候在我们这边在绍兴实习 我原本我计划是在绍兴给他们这个讲这个课 就大家也熟悉一下更熟悉一下这个浙江的一些情况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让我给耽搁掉了 然后现在我说的这个现在疫情期间欠他的这么一堂课 咱们还是以在疫情期间的方式我来偿还啊 这样倒是也有机会更多的在其他学校的老师啊 同学咱们在线上做一些交流 这个名称呢因为一开始跟我约定的时候呢 可能是想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在这个 等一下我共享一下屏幕啊 忘了把屏幕共享过来 因为本身这些年呢我在浙江呢 主要虽然说我这里有一个水下考古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任务在 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工作呢 可能都是在绍兴 尤其是在绍兴做这个南宋地龄的工作 当然实际上呢就是除了南宋地龄之外 从大概10年以后过很多的时间 都参与到这个一些宋代的墓葬啊 还有个别的一些遗址 遗址的这样的考古发掘 所以呢慢慢的对整个这个浙江地区 这个南宋的这个南宋时期的 这样一个考古学的这样一个概况呢 有一点个人的一些理解 所以我想呢这一次呢把这个题目呢 稍微放的大一点 然后呢就放在整个浙江地区的 整个南宋时期的考古上来讲它 当然我毕竟我做的工作有限 理解也还是比较粗浅 不会把它就是扯得太开 只是在这样的一个题目底下 就着我的一些比较 理解上比较深入的一些地方 那么拿出来跟大家共同来探讨 这个大家看到这样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是我们这些年 做南宋地灵的时候那么做的一个结合的建筑考古 做了这样一个复原的一个形象 在我最近我们刚出版的这个图路上 也用了这张图啊 整个呢是展 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南宋时期的 这个前殿后传殿 前祥堂后传殿 这样的一个传工体制 一个建筑结构 更多的是来在整个山形地势上来呈现出 它当时的地灵 地灵择旋址式的这样一个 跟山形水系相结合的这样一个 一个山山形貌 整个这个内容呢 我大概呢 我考虑一下大概分成了三个部分 其实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成果来讲 我们按人的类型来分 实际上就分成了君臣民 这样三个阶段 就是三个群体 那么君以什么样来呈现它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单纯的在讲这个文献史 而是要讲一个咱们通过考古学的发现 考古学的工作 来呈现出来的一个物化了的 一个物化的一个南宋的这个150年的这样一个历史文化 所以呢我想军我们要呈现的是 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皇家礼仪制度 因为这是把它物化层面最容易展示的 对吧 那包括了南宋的皇城皇宫皇陵 以及跟皇帝跟那个帝王家有一些 必然联系的一些重要的高等级的这一些宅院建筑 这样的礼制类的建筑 因为这些是最能集中体现 一个就是皇家 尤其是以皇帝为核心的这样极小部分一个人群 他所具备的一些政治文化的一些面貌 那么第二部分呢讲 我一开始起报这个名字 那其实就简单似的江南的士大夫吧 其实就是 但江南的士大夫呢 其实包含的就是 其实跟第一部分就是宋室的难度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难度的北方士大夫 那么北方士大夫的难度 难度以后跟江南士大夫并不会那么简单的 准备两个字融合就能做到 南与北有文化上的差异 有经济上的争夺 因为你北方士族有政权 可能还带着 有他的带着势力集团 甚至有军队 但是他已经没有了土地 南方士大夫他是原生于 他本来就有土地 本来他的生活好好的 这个国家不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 南与北之间大家是可以和平共处 但是在整个国家突然间 缩水了50%的情况底下 那么南与北的这些曾经的权贵 他是如何在这个地方共存下去 那么他共存的过程中 斗争咱们可能未必能看得出来 但他们如何真正去融合在一起 这个所谓的融合 它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可能远远不止于咱们在文字上 在字面上曾看到的一些内容 那么第三部分呢 其实应该说讲的是整个 江南地区在造成难度以后 那么他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那么技术上的 技术上的经济层面上的 其实很多的时候 咱们以前在 这个学历史诗意考古 或者学一些中国古代史的时候 咱们竟然很简单的 他就会有个说法叫 随着这个北人难度 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 生产力 那么能推动南方的发展 这没有错 他其中有相当程度确实是如此 这样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自己 但其实另外一个程度 随着北人的难度 他甚至会对南方原有 固有的经济模式 固有的科技术 技术层面那些东西 产生一个负面的冲击 因为大家的生存 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不同的 那么他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技术 他会把原来 在江南土著的一些人群 挤压掉 这些人群原来所具备的一些技术 也会被挤压掉 反而消失掉 所以并不是说 所有的北人难度 南北融合都会带来 对所有的因素 都会带来一个积极的推动 所以我就想把这三个部分 按照咱们考古学 考古发现的一些情况 那么分成了这样三个大类 来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首先嘛 说的宋神难度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 靖康之变以后 随着这个 灰心恶中被俘 那么被俘以后呢 这个苏高宗就 这个时候作为 他当年康王 作为一个史节 作为一个谈判史节 在进谈判的路上 他其实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形势 形势不妙的 当时他甚至已经超越了 金能的主力 他跑到北边去了 金能已经难度 就是渡黄河 在围攻开封了 这时候呢 他就 索性就跑到了东平 这样的一条线路 以前我自己也不能理解 后来包括 学习了一些 包括五代时期的一些历史以后 能明白 其实当时的难度 北方的一种走法 其中有一条路线 就是从大明 渡河以后 反而是朝东 去山东的 去山东东平府那一带 再从东平府 他也就是这样走的 然后再从东平府 慢慢的跑到了 现在这个商丘 现在商丘当年的南京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这个精神 精神被攻克了 那么大量的宗室 都被掳走了 唯一一个侥幸 幸存下来的 是宋泽东的皇后 当年因为被废 元又年间被废掉以后 那么他就 以这个路道的这样一个身份 在家修道 所以这个时候呢 被大家捧出来 被一些 这些还依然有强大的实力的 这些赵宋的 这些前朝的这些官员们 捧出来 以他为唯一 这个标杆 那么推倒了临时的 这个张芒昌的这个伟政府 那么把他重新请出来垂帘 那么在于 在当时就称作龙幼太后 在以龙幼太后的名义 那么传旨 传这个 号称是传徽宗的旨意 那么呢 这个高宗继位 所以高宗的 在建延元年 也就是 其实相当于静康的年 建延元年 在这个商丘继位的时候 继位称帝的时候 他的整体上来讲 他是得到了这个 这个龙幼太后的一个极大的 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支持 当然这样的一个 一个继位呢 并不足以瞬间改变整个国家的一个 一个现状啊 因为所以呢 随着这个一方面呢 他在开始上 在做一个政治上的斗争 他要不要回开封 一方面的 就一些各个地方的 这些主要的一些 当然后世可能称的 在当时来讲 可以也称 可以称个藩镇的 当时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 军人首领 那么主要的 在集中在黄河地区 河南地区抗金 但是不足以挡住 出兴的金兵的锐气 所以呢 就是大家看到 这个最初的 就所谓的开国四大将啊 刘业章涵 那么这些人 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足以 输党金兵的铁锐 所以宋高宗就一路南迁 由建延元年的 这个南京城邸 那么一路跑扬州 跑建康 最后跑到杭州 这个 这个新奇迹的这首词啊 就渡江天马南来 其实几人真是惊仑手 他就仓皇难度 其实最初的形势 是非常非常悲惨的 那么但是他等到 他难度到了杭州以后 在建延三年到了杭州以后 局势已经有所转机 但是并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所以他在 甚至他在杭州 还经历过一次政变 当年 因为政变之后呢 把建延 一度把建延三年 改年号做 这个叫 明寿元年 所以当时也称作 明寿之变 也就是他两个 静位军将领 这个苗流 苗流二人兵变 但是这个兵变很快 被韩世忠越会 这些人给镇压掉了 镇压掉以后 但是由于这样一场 无端端的自己的一场内斗 导致金兵轻易的 攻破了这个长江 长江防线 就一路南下 这也是金、宋之间的 这样战争过程中 近年唯一的一次 就真正突破长江防线的一次 那么他突破防线以后 那么孙高中继继续的 就是仓王南渡 甚至漂泊海上 前前后后也就一年不到 在建言四年的时候 建言四年的时候 金兵撤回去了 在联合的这个抵抗底下 金兵也就 也撑不长嘴 那么在撤回江北 撤回江北以后 那么他重新 经由浙西 那么到达了现在的绍兴 在现在的绍兴当年还只是越州 那么到越州以后 这个时候呢 就是当时都叫行赞 他在哪都叫行赞 那么当时一度就是说 他也因为在杭州遭遇过兵变 所以他一度并不想回杭州 他就想 那么在以越州 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过渡以后 他想去南京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到了建言 翻过年去 就是如果不敢言 就是翻过年去 在绍兴元年 也是建言四年之后 那么这个 一直支持他成帝的这个 龙幼太后去世了 龙幼太后的去世 直接带来就是 我们刚才又回到刚才最初提到的 就皇家的这个离制度 很重要的一套东西 就是如何处理 君王最高统治者的 这样的一个丧礼的问题 丧葬的问题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龙幼太后首先提出来 在临终 大家号称是太后的遗诏 临终遗诏 就是要求以传宫的制度 咱们来 就是传并在 就就近选一个跟 在当年不叫龚幼 当年有永安 在永安祖陵 相似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环境 那么临时传并 那么等到将来这个 科普中原以后 再把迁回去 正因为有了龙幼太后的 这样的一个遗诏 所以才有后来长达150年的 绍兴南宗地灵的 这样一个经营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先把这一部分 我先说在前面 然后随着这 在这期间呢 那么从绍兴元年 一直到绍兴八年 其实这个期间 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首都的 这样一直到了绍兴八年 那么它正式下诏了 说这个驻币杭州 驻币杭州行载 那么意思是说 它停留在杭州 来经营 全国的全局性的经营 整个的这个被伐的大业 那么以这个为名义 才实际上 把首都定在了杭州 定在了所谓的连安府 但连安府这个名字可能 一开始可能都觉得 正好迎合了这个所谓行载 这个临时安定的这样一个 一个名号 其实当然不是 因为连安这个名称 本身是一个 在这阳地区很老的 一个县城的名字 它最初是在 它汉代就建县了 东汉就建县了 那么这个名称最初是在西晋 统一东吴以后 给取的一个 换了一个名字 也就在现在杭州的连安区 杭州西郊的连安区 那么当时它等于说 也是用了一个小县 小县套大府的名字 给它用在 套在了这个杭州城的这个头上去 类似情况在浙江其他几个州也都出现过 那么进了 咱们就谈到了进了连安城 进了连安城以后 那么整个的这个 这个南宋的这个 实际上它就它的首都了 那么对于整个首都的建设 它就有开始进行一定的规划 因为就不再是想着来回漂泊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引的这张图 这张图是比较著名的这个 显存连安图里面的这个黄城图 黄城图里当然这张图比较 看的比较怪 它其实是左手是南 右手是北 当时人的这种画法 你没法夸他 反正它就长着这种样子 但是呢 它又把这个大内 又沿着正南北朝向 又做了一个又做了一个描绘 所以呢 这其实是有一点 有一点变用的一个画法 那么中央这个 云山雾罩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其实是相当于现在的 杭州西南角的 南边的这个凤凰山 凤凰山黄城 那么黄城 出了黄城以后 那么往北有一条玉街 往北通玉街 这边有一条朝天门 大家现在如果来杭州旅游的 还能看见就是 杭州那个古楼的那个位置 其实就是它这个图上的朝天门 朝天门出去以后 那么就是玉街的外 就是往里走 往城里去的这条玉街的大街 玉街这边的太庙 玉街太庙 还有外围还有一个就是孔庙这一部分 其实当时好几处地方都经过一些局部的发掘 当然这些发掘本身的揭露面积都不大 所以呢它更对于它这些遗址的定性定义 定义定性以及一些复原 都是根据显示黎安市这些相关的文献来的 真正做的 包括这个在清德坊附近发掘的这个所谓的杨皇后宅 也就是宁中皇后 宁中的这个杨皇后的她家里的这样一个宅院 为什么说这些呢 这些呢当时的工作呢都 其实虽然说好几个工作都拿到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 但是呢它实际上它在整体的规制上 在具体的细部的节目上都还没有达到 就是可以真正去 在纯粹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复原它的这样一个程度 那么到了这几年 他们开始做德首工考古发掘 那么德首工的发掘呢 是一个从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 而慢慢的转型为 当然最终还是个配合基本建设的项目 但是实际上它后期的工作 就已经朝着一直保护 一直展示这个方向来做 所以呢整个的这个揭露面积 就远远超过了之前 即便是德国重要考古发现的这几个项目啊 整个德首工大家能看到 虽然说在因为它有几期的 三四期这样一个分期啊 现在一个分期 主体上是包括的最初 因为它最初是这个勤快的府地 当然在勤快进来之前 这里还是有其他的建筑 那么勤快进了杭州城 站的这块地以后 它就建了它的府地 那么到了高中晚期的时候 就把勤快这个府地给 反正给要过来了 不管什么方式 反正它很要过来 要过来以后在这里就建了德首工 建了德首工以后 它这时候当上太上王呢 自己就搬到了德首工 德首工位于刚才给大家看的 这个朝天门的北面 城外北面 但是离朝天门非常近 所以当时呢 等于说也就意味着 它是在皇宫的北宫 所以呢 当时整个在南宋时期 就管它叫北内 就北大内 那么原来的大内就叫南内 就是南北大内 那么等于说在整个南宋期间 当过太上王呢 有谁呢 有高宗 还有这个孝宗自己也当了太上王 那么他们都是先后在成为太上王以后 就搬到了德首工 但是搬到德首工 就是属于叫做退位不退 退位不退休吧 实际上就等于说 因为高宗继续在德首工来 来影响的 影响的孝宗朝前期的这样一个政治的 所以形成了南北大内这样的一个政治对立 虽然不能说对立吧 但是有一个互相牵扯的这样一个形式 那么德首工的发掘 就给我们揭示的是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底下 那么整个德首工的北内 它是经历了什么样一个变化 它的一个基本的建设房子 由一个普通的宅院 慢慢变成一个慢慢扩大 因为毕竟这个秦快也不是寻常人的 秦快的腹地慢慢地扩大 那么扩大到了变成的皇宫 皇宫大内 皇宫大内以后 这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所谓的小溪湖 还有所谓的小溪湖 所谓的这个一些就是 苑游之类的一些 一些遗存 一些遗迹 那么配合这样的一些遗迹里 它所使用的东西 又都不一样 因为它一般的 哪怕是勤快 那有些东西它依然是 可能也是不足以去使用的 至少它不足以去明面上使用的 到了进入这个 德寿宫的年月以后 德寿宫的时代以后 它整体的 它的器术 它的器用 它的建筑的规制 它的器用 都已经转型成皇家公园 这样的一个结构了 那么除了 除了这个 德寿宫之外 其实现在在整个杭州城里面 多多少少还有其他的一些 因为配合基本建设的工作 那么来开展的一个工作 只是这些工作目前来说 多数都是围绕着杭州城 就不是杭州皇城 而是围绕杭州城 这样的一个建筑结构 建筑结构来揭示 包括16年 当时还揭示出了一个 非常长条状的 这个饮水温渠 非常精彩 可惜啊 我没有照片 那个饮水暗渠 它完全是继承了唐代 自从唐代的 著名的这个礼帝 然后做杭州刺史开始 所谓的 它当时叫饮六井 杭州坐在西湖 饮六条 其实是六条水道 然后呢 给西湖 既是给西湖蓄了水 同时 西湖的水道 饮出来说 作为饮用水 解决杭州城里面 因为当时地下水位 还是属于咸水区 还是地下水 还是不大能饮用的状态底下 那么它解决了杭州城的饮水 解决了饮水 其实又解决了一个城市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人能够正在这里生活下来吗 不用再想着 要不改天咱们再搬个好地方 所以这个饮水 看着就是个自然水管子 但是呢 这个自然水管子的 这样的一个实施 极大的改变了 整个当时 就唐代开始 唐代中后期开始 整个杭州地区 人的这个生存状态 所以南宋 这个杭州城里 应该叫圈叶里 圈叶里这个地块 发现了这一段 这一段宋代的这个水管 就非常有价值 就体验的 就这样的一套东西 经历了五代 经历了北宋 一直到了南宋 连安城时期 它依然在发挥 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至于它这口井 是现在 大家如果去 在杭州城旅游的时候 可能它会 人家会造一口古井 就说 这个是金零井 那个什么井 其实这个井的形状 它的地点 反而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井 它这套水系 这套饮水系统 为杭州城带来的 实质性的变化 那么除了杭州城 除了 因为黄城现在 因为很多工作 还没有办法开展 所以目前 那只能说 就一个大致的 这样的一个 咱们只能知道说 这个黄城在 在凤凰山上 那么 它同时期的 浙江的 其他的南宋的 尤其是周城 长什么样子 实际上 连年的工作 开展工作比较多 那可能是这个 宁波 但是宁波这一边 因为也是以前的发掘 经常我们就经常会叫 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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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城 唐宋 人城 把唐宋代跟宋代的东西 往往会混 混杂在一起去讨论它 那么到 我们在发掘 这是我们 金嘉丽老师发掘的 他在发掘 湖州城的时候 这时候呢 湖州的紫城 尤其是非常明确 宋代的紫城 它跟其他东西 玻璃开来 玻璃开来之后 而且非常好的是 正好发掘在了 紫城的这个门洞上 紫城一个门洞上 揭示出 整个的这个 排查柱的这样一个城门 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虽然说 可能大家从文献上 也能够多多少少 也能够读到一点 但是这样的一个城墙的结构 那么它的延续性 它的一个变革 是怎么走的 这个可能在 实务的层面上 之前可能还 关注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那么揭示出这段门道以后 咱们 其实同时解决了很多问题 可惜了 只是当时因为这个工作 也是一个基本建设的工作 很快的 有一些地方可能就填掉 回填掉的 没有做更详细的一个 后期的 立体化的一些 复原的一些呈现 原来相对 不是那么好 数据不是那么详细 但是依然可以看到 这条门 就是单门道 单门道的这样一个门洞子 进去以后 这个门洞子是用 大量的这个柱网 就是数项的柱网 搭起来的 那么它头上的这个城门 其实就是一个木头城门 对吧 其实它就是一个 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战区 一个就跟这边 这个在南方有些地方 我们叫廊桥一样 就是两边的这个蹲台子 两边的城门蹲台子 那么两边支撑起来以后 那么中间横搭一个 一个大木头房子跨过来 跟着大桥一样跨过来 那么就形成这样一个门的体系 这样的一个系统 把它立起来以后 其实我做了一个很丑的复原图 但是呢 这个给咱们看到就是说 也能理解 为什么每回人家打城的时候 经常攻城的时候 集中力量守城门 然后集中力量攻城 那你既然集中力量守城门 为什么我还非这么大心 要来跟城门较劲 其实恰恰就因为在整个城门体系里 城门就是最薄落的 因为它是 它是这种排查柱这样的 累气的一种木结构建筑 也才存在能烧城门的问题 那么我就放火烧它 就是就有点像日式的那种 所谓的天守阁的那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是目前为止呢 我们能够在遗迹的本体上 呈现出来的 最明确的这样一个 就是浙江地区的南宋时期的 这样一个城门 整个城门的一个结果 当然我相信这几年发掘肯定还有 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 杭州市所的同志在新登 在富阳新登发掘的 它也有唐宋时期的 但因为新登的 毕竟它的城障规 城市规格没有杭州 没有湖州这么高 湖州在浙江 从丽州以后 它一直是做一个洲际建设的 在浙江就已经算最高的地方 上级别的建设 这样一个城防 那么其他一些城呢 目前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以后的 有更多的机会 当然包括温州宁国也都 局部也做过 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把这些大洲城的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轮廓 不光是找城墙 那么它具体的每一个 每一个比较好的 一些城门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结构 那么它的一个 结合的平面的布局 以及我们发现的这一些 应该说是建筑构建也好 或者其他一些 辅助的一些信息 那么通过合理的 建筑学合理的这种测算 那么给它一个 比较有依据的这样的复原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呈现出 更立体更详细的 南宋时期 周县城防 周县府城 这样的一个形式结构 那么讲完了城 那么就讲我刚才说的 皇家体制的几个主要的因素 皇城 那么还有一个皇陵 那么这一块 因为是我自己发掘的 所以可能我会 创作材料会略多一些 毕竟我手头材料会更详细 整个的这个陵园 这个名称应该是在元代以后 最确切的应该是在明代时候 就逐渐形成的 管他叫宋六龄 我的理解是 他应该是把宋徐东给刨掉了 就认为这个亡国皇帝 不足于论天下 就把他给刨掉了 但实际上这样的 他的位置就在现在 先说一下他的位置 因为邵兴城 起码从唐代以后确立整个 这个绍兴城的基本格局以后 他就没有再换个地方 就一直在这里 实际上绍兴的同志们会认为 他从越国开始就一直在这里 在这里延续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咱们这一步讨论 但起码唐宋以来的城都在这个位置上 南宋的这个地灵 他就在绍兴城 东南 如果按照现在的路线的距离来算 大概25公里左右 这样的距离 那么这个山呢 其实就是著名的 会计山脉 会计山脉的这个东 大面上到东面的这一支 会计山脉的西北坡 朝西北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斜坡地上 这样的一个灵源呢 因为他从 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龙幽太后 龙幽太后传病在这 龙幽太后的传病的一令呢 他是说 临时的 咱们临时放下 将来咱们回去 就可以给我放回 因为他是这个 这折宗的皇后嘛 你将来就可以把我放回永派灵了 但实际上他根本回不去 那么在绍兴元年 第一次给他迎接的时候 那么大家可能心里还存着 还存着要回去的心 而且这样的一个理想 曾经在绍兴八年 都已经接近实现 因为咱们现在的很多人都知道 绍兴十二年的送兴合议 其实第一次送兴合议 是在绍兴八年签订 是高宗跟当时是 这个完颜昌 就达兰 达兰组政的时候签订了 达兰组政签订的时候 就是两国重新已定化 黄河为界 黄河以南是缓解 还给南宋的 还给照顾的 那么因为祖灵在黄河以南 祖灵在现在拱抑了 在黄河以南 所以当他确切 应该是稍兴七年底 就已经明确了 确切了这样一个条件以后 他就已经派人去拱抑 一个是重修被毁掉 因为金兵来了以后 一个是金兵的破坏 一个实际上很多人 咱们现在经常是 就是反正一把赖给金兵 其实不只是金兵 就是当地的人也趁火打劫 对这个祖灵 永安祖灵做了很多迫害的事情 那么这时候他就派人去重修祖灵 重修祖灵 然后呢土地交割 因为这时候明确那块地要交回来 所以也没有人拦 不过金兵也不拦他们 那他就又重新在这个祖灵的范围内 去选了一个点 当时给宋 知道宋惠宗已经去世了 当时给宋惠宗选的这个点 然后具体的点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那他选了一个名称 就定了一个名称叫永右灵 就是柿子旁的那个叫永右灵 已经定好了 那么包括整体的这个永右灵 当惠宗的灵请回来 要再开封 开封当年的锦宁宫的这个位置 怎么停灵 怎么传遍 它也有一个电船的一个制度 怎么电船 然后怎么送回到这个祖灵 都已经设计了完完整整 都已经把整套东西想完了的 包括它有一些周线的交割 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这个完颜达宗被在正面中被杀了 被金兵主给杀了 所以这个屋主把这个兵主杀了以后呢 就整个烧行八年 这盒宇就毁掉了 就没有用了 当然它本身有一个罪名 就是意思它扣给党兰的一个罪名 就是签这个协议 所以这个协议 这个合宇自然就被撕毁 从起战毁又打了四年 最后十二刀金牌 把岳飞召回 然后金兵彻底稳固住的河南的统治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再承认 少兴八年的这样一个分界 所以就改以怀河为界 画怀河为界呢 那个土地多少丢掉了就还不说 那么它祖灵也丢了 祖灵也丢了以后 那么预计设在公益祖灵的永右灵就没了 就没法安葬了 所以当时又回过头来 又想起了安葬在这里标 安葬的这个泽宗皇后 泽宗皇后的这样子这个地方 重新请人在这里 以永安祖灵的这个山水格局的需求 就是后来我们经常会提到这个五银信力 以五银信力这套东西 那么在这里重新给它 自圆其说的找到了这么一套 他们可以符合 基本上符合这套东西的这样一个点 其实还是在这个 龙幼太后的这个传名的附近 那么选了这么一个点 安葬 最初还 一看叫永 我刚才说错了 一看叫永固灵 一看叫山河永固 一看叫永固灵 那么等他搬到这里来了以后 他就把永固灵的名字 一开始用三年 三年以后就改掉了 应该是在绍兴十五年吧 算是十五年前后就改掉了 就改成了叫 就后来的 使用了永幼灵 那么建了 建完永幼灵以后 基本上实际上这里就成为了 南宋王朝真正的祖宗山林 这很容易理解 因为就是他 他亲生父亲 对吧 然后他的整个的 这个政权的法统就得自于宋慧忠 没有宋慧忠 没有他的这一个统治的合法性 尤其是他是当年是在这个南京 南京应天五成帝 他是得到了南外宗 南外宗正的这一大宗的一个支持的 所以他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在 背后都有很复杂的一个 包括他宗室内部的这样一个斗争 所以他必须始终针奉这个 徽宗的这个绝对的这个祖宁的 绝对的这个祖宗地位 所以实际上 徽宗的永六灵 在整个六灵地区里 六灵这个区块里面 他毫无疑问 他的地位最高 应该来说从 虽然他的文献并不完整 保留下来的记载并不完整 但从他的这个定位出发来讲 他应该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么我们在进入这个区块 进行发掘的时候 一开始这里 因为经过 他到了元代的时候 经过元代初年的一次 大规模的一次公开的一个道老 那么主持这个道老的人呢 他是元代 他其实呢本身就是个僧人 一个喇嘛僧人 但是他是撒加派的 当时等于说 他是第一号大国师 这个巴斯巴的弟子 他在江南的称号 叫做江南市教总裁 或者也叫总统 当时也有人 或是有管他叫杨总统 那么他在江南的权力非常之大 大家如果现在来杭州看灵灵寺 肯定会想到看飞来风 看飞来风 大家能够在飞来风的角落里 找到这位 这位杨总社的他的雕塑的 杨延真家 但是他不光是因为有他这个雕塑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飞来风造假 就是他雕塑的 就是他在江南 主持江南政教合一的 这样一个局面的时候 这样一个权力也是个雕塑 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政治权力背景 所以当他在盗决南宋帝后灵的时候 其实没有遭遇实质性的抵抗 没有遭遇实质性的阻挠 直到了明代以后 重新再提起这个事的 老板当地的人再提起这个事的时候 就把它描述成一个在月黑风高之夜 几个无耻的汉汉奴僧能带泪 带着这方帆僧带着一些不孝孝之徒 然后到毁皇帝 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他的毁灵肯定是公开的 而且肯定是非常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咱们看看我们发掘的这个 南宋地口灵的这个结构 你就能明白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12年开始做这个调查 当然12年之前 其他的同志 其他研究者也做了一些工作 正因为他前面 我说了原来这样的一次毁灵以后 毁坏以后 他的很多房子就被寺院占用了 被不同的寺院占用了 那么占用掉以后 慢慢慢慢 有一些寺院兴旺了 他会改造一些房子 有一些寺院就败落了 败落了就荒废掉了 所以等到了49年前后 整个解放以后 这个地方就剩下了好多废墟 那么剩下这些废墟 仅仅是废墟 但是它还是在的 还是有的 那么当地的人会在这废墟上种树 因为当地这个鹅船 这个杨林真家在这里毁了 100多座南宋地侯林 跟这个宗室秦王的墓葬 所以这里有好多墓 他们就建一个废墟 就栽几棵树 那这个习惯中 晚清民国就开始有了 建一个废墟树种几棵树 种着种着 这里就种满了一些马尾松 那么在 基本上在民国到建国初年 这里有一个景观 当地的一个文化景观 就叫做宋林松涛 号称是宋代以来形成 其实不是 这个是因为 恰恰是因为这个遗迹的破坏造成了 大家对整个的这个区块产生很大的一个误解 那么等到进入了咱们大生产建设的这个浪潮以后 继续再破坏 反正帐都算在杨林真家头上 但实际上整个这个破坏是没有停息的 所以等到12年 12年之前很多人在讨论 不管是南开大学的这个刘毅老师 然后这个包括我们的郑嘉丽老师 还有这个像北大的刘毅 他们在讨论这片区域的 这个墓葬灵寝的这个分布的时候 其实他并没有办法 不是他们不愿意 而是他们没有办法 根据地面现存的遗迹来讨论 因为已经被破坏得非常的凄惨 面上几乎看不见稍微成型的废墟了 所以我们进去了 大家能看到我们真正进来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这个是我挖开了以后做的一个航拍 挖之前这也是有一些区块长满的草 就当时大家就是标志性的给他围了四 我老说他们围了三个半 这样一个矿的 这是用树就种了点树围起来 保留地 相当性保留地 剩下的全部被移屏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茶园 地面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对他的一个 这个工作一开始也只是报道 就是说做一个简单的 大范围的 但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调查 结合一点勘探 那么尝试着看 是否还能找到一点遗存 那么这样的工作 进行了一年多 到2013年的冬天的时候 那么当时就在勘探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组很重要的遗迹 我这里面放 因为在勘探过程中发现 那组遗迹通过我们的探钩解剖 能很明确的确定 它是一个 简单来讲 从考古的定量案 就是一个土坑石果木 土坑石果木在任何地方 在其他任何地方 其实都是一个 很常规的东西 尤其是南宋的墓葬 本身在这里 很多地方都出现 但是这一个土坑石果木 它并不寻常 通过看待我们能知道 它的这个面积达到将近 100平方米左右 因为当时没法揭开 所以也不能确切它的数据 但基本上可以 大致地知道 它的这个南北宽东西 南北长峰东西块 大概在100平方米左右 100平方米的一个石果 这样的规制 在南宋的这样地层里出现了 那么它是什么 这边即便是 贵如这个宁波的这个史氏家族 所谓的这个史明远家族的墓葬 它的宁远颗域很大 可以有十项身 可以有豪华的十项身神道 它们墓葬的面积 墓穴本体的面积 都不过几十平方 就已经很大 因为墓穴 这样的墓穴 因为它用的是石板 石板 石果还不如墓果结实 就是那个平板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那个平面上的石板 能够去覆盖它 所以它的跨度相对都是小的 而这样的 而我们这一次发现的 这样一个石果 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看到 能了解到的南宋时期的这些宫卿 一流的宫卿的墓葬 它的规模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结合 我们再去文献上去找答案 再去结合 它的尺度来估算 来推测 那么我们当时就预测 当时就推测 我们发现了 可能恰恰恰恰就好发现了 一座地灵的 或者皇后灵的 它的一个 这里叫船工 其实就是地灵本体的 这样一个墓穴 当然因为 当时就是勘探的 出了这么一点 但是那个位置 在现在这个位置的 系列方向 这个是我们现在编号 一号灵源 是18年发掘的 那个在它系列方向 那个时候呢 我们跟嘉宇老师 还开玩一下 在我们发现那个之前 他还跟其他的 来现场参观的 其他一些老师 开玩笑说 你会在这里 就会继续在这里守着的 在这里坐下去的 等候这个灵魂的召唤 说那说不定哪天 就能跟这些皇帝的灵魂 来对话来沟通 那么基本上就在那天冬天 真的就等到了 这第一次的召唤 第一次真正的 发现了这样一组东西 这样一组灵墓 而且我们当时就已经 基本比较有把握的明确 它应该就是一个地灵了 那随着那个工作的 那个成果的出现以后 那么我们更加坚定了 我们的信心 这一个区域里 留给我们的 远远不只是 民国以来 大家种的这点数目 非常的 在当时来讲 可能不经历这个过程 可能还不能理解 我们当时那么一个兴奋的信心 这个兴奋 不是因为发现了皇帝 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不止一个皇帝 因为那个位置是在整个这个区域里 最低华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那里 看看仅仅是为了找整个这个林园的 有可能存在的最边缘的一些建筑 一些建筑的一些遗迹 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 找到了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那之后呢 我们就把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范围放大 我们就决定 只要条件允许 只要时间允许 这个地方未来做几年都是值得的 都是应该要投入 所以从13年14年 15年我们就开始做 一边但还是整个做调查 那个时候它是 它是省保 然后呢 整个的毕竟还是属于大海包针 因为发现的是一个不等于发现其他的 其他的还有很多东西是说不清的 所以尤其是集中钻探是从16年开始的 我们从16年一直集中钻探到18年的夏天 当然在18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一次的 这个一号零年了 那么在这个勘探的过程中 我们几乎把我们的探船打遍了整个这个 我们这里分 我刚才忘了说这里分南北两个区 我们基本打遍了整个南片区 南片区是能打的全部打的一点 那么为的是找 为的就是要找到 它的一个基本的地下以及埋藏堆积的分布范围 仅仅只是为了找 找确定这个 我们花了大概四年功夫 那么确定完了以后才来选 就是说你哪些地方更集中 哪些堆积更厚 哪怕多厚三公分 它也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我说哪怕多厚三公分 这块区域在我们最后最终选定 17年底最终决定发掘这块区域的时候 这个居中的位置 我说它都是草 这个居中的位置 它比旁边的高度高出来 可能也真的就是十公分 就是如果不是我们常年在这里走的人 我们习惯在这里的这个地形地貌的 你都想不到这里 能多高出这么一点点东西 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这里有 比其他的周围的这些移基 地形的移基 都要略厚一点 当然同时也因为它被围起来 更容易工作 所以我们就做着这样的一个发掘的申请 也得到了这个国家局支持 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那么做下去以后 大家能看到 过程我就说 这整个的过程就是 反正就是大面积的揭露 大面积的这个探方的揭露 跟配合我们探钩的一个解脱 那我们就发现了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构 中间一个大土坑 方形土坑 可以说长方形土坑 南北纵向10米多 将近11米 东西跨度9米8左右 10米不到 也就是说它面积也在110平方 当发现这一组东西的时候 我第一个发现就是我们13年找到那个路 因为最初还是因为找到这个拐角 那么找到 其实这个还在 因为先做的是做到这些桑墩 做到桑墩的时候 我们先是做到了这个拐角上的这一组砖 这一组砖一个折角 因为这是一个朝北项目 如果在任何其他地方发掘 可能我就能知道 它就有一组建筑排击 但是因为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准备以后 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形象 因为当然是结合了13年的那一次勘探做的 我们一直有一个突字形的 朝北突字形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形象 这个形象在宋代的文献里 他就在这一组研之佐佐 他叫龟头殿 但他不认为这是个难听的名字 他可能认为这个龟 龟说象征的一个长寿 那么他就是说 他管这样一个船殿就叫龟头殿 也就是朝北突出收缩内收 然后朝北 那么想殿就是也叫限殿 限殿是它正南方向 是个很长的 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形象 但是一直没有真正找到跟它相关联 直到我们发现的这样一组拐角以后 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可能已经找到了 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 所以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块 一开始只有四个碳房 后来把这个碳房全部放开 放开以后就出现了 把整个这个突字形的这个龟头殿的整体结构给矿出来 矿出来的时候 同时把这个木坑线也完全的给找到了 为什么这里南面有一条沟 这不是我们挖的碳沟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土坑 土坑的南边缘 它整个的土坑四壁全是石板 就是我说的石果 那么当时的这个南边缘南壁 因为人家要取石头 当地老百姓早年取石头 就把它给拿古鲁 拿古鲁轴子给掉走了 整条缺失了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有个原则 木是不挖的 所以当他们出了这个木口以后 我们沿着这个木口线做了密集的一个 做了一些钻探 然后明确 这个木口线的底下 全是这个石板是连的 连通的 整个的整个围围围起来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出了一个小小的 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 那么我们这里用的都当地的老百姓 那么当地的那个 这些人呢 当年年轻的时候 都参与了这里的劳动 这里是个茶园嘛 都参与茶园的劳动 他们有些是茶园工人 有些是临时工人 他们这些茶园的 有一个工头跑过来 在那看 一边挖 我们一边挖 一边在那看 那个时候还没有为党 他就在旁边看 然后就开始责备这些人 说你们当年是怎么干的活 当然他一看用土话 我都没听明白他说 就说你们当年怎么干的活 他说他们怪我们 说当年干活太不认真 说好了 那你们把这些石头砖瓦都弄掉 你们怎么还剩了这么多 就这话一出来 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 真是天性 当年这些人稍微勤快一点 我们可能都再也发现不了 因为木坑 木坑虽然在 但是这些东西 一旦缺失了以后 你是很难去界定 这么一组重要的遗迹的 因为整个的这个桑敦 虽然我们没有在做深解破 但是从我们的一个局部的 一个浅解破来看 这个桑敦的厚度 也就是20公分 这么一个厚度的 但是确实墙底是能够很明显的 能区分出来 那么在他的南面 是他的正面的一个响电 一个门电 它没有像那个县电这样有一个三开间 两进间的这样一个十个 它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四个柱洞 应该是一个排放式的 排放式的一个门 那么 连通了两个 两次的墙 墙体只有 墙体本身只有90厘米 在高手最强呢 理论上来讲它是力不高的 也就是说 它其实比较符合 这个两宋时期经常用到的一个就是作为 叫短墙 那么这是我们一些 你们看到一些局部上的 一些可见的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是桑敦的底 它们的底 这个其实就是策立板 这个是土矿 它的土矿与这个石骨之间 是有很厚的一层夯土的 当年也称作焦土 我怀疑在这个土 连这个土都受过劳动 所以它这个土并不存 但是它比其他土都要厚 那么这个石板是带着孙毛口 这样一路会连过去 那么这个就是我说的 最初的第一个发现 龟头屋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就是龟头屋东北角的这样的一个转折 墙就剩这么一点点 然后呢 其实它们以前的种树 就是它误解了这些废墟以后 就基本上它种的树 几乎都是贴着墙 贴着墙或者贴着一些倒塌的房屋 倒塌的房屋上来做一些营造 然后呢 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边角上 就是散水的一些构造 那么在发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增加进了一个工作 就是因为在18年夏天的时候 就是因为在18年夏天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请北大的 正好北大的这个 这个韩凯老师跟这个许一条老师 也来参观过 参观过 他们当时就提出了 韩老师常年做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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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此处 可能 那 他当年就提出来 就觉得可能你将来 后续是要 以移植展示 保护跟展示 就去请回来 帮我们做全范围的精细化的测绘 那么这时候包括我们采集的 我们采集的所有的 在这里出现的专案公网 都以一個按探方的方式做一個堆砌 讓他們來的時候再重新對這些數據進行一個新的分析 然後包括對它重新做一個測彙 那麼測出來這個房子是一個偏角的平行四邊形 我說偏就偏 偏就說明它自己的建築技術有問題 但是它原初的設計肯定是想做 基本上應該是想做成一個方形的院子 那麼整個大家能看出來 整個這個墓葬 墓葬的核心就在整個陵圓的最中央的位置 就是一個灰心礦 其實它才是新的 這個在南宋的選址的時候會管這裡叫血腥 它因為它選地零的時候會先選血腥 定完血腥以後再去定所有這些建築的這個基本的取向跟它的尺度 它是以這個新的作為一個主體的 那麼我們在同一個老師跟同學們來做這個測彙 那麼就是再去結合這些 就是比如桑噸與桑噸之間的這些距離 它去測算 然後測算出一個復原標準值 目前的取值是一尺按32厘米 32厘米算 那麼來重新對它再去 在這個時候再結合這個叫營造法師這些傳承文獻 那麼這個時候才來結合文獻 做一個復原 那麼基本上就初步復原出來 咱們一開始看到了我們PPT的第一張彩圖上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麼做完一號靈圓以後 那麼可以說我們對一個完整的帶有傳攻時藏的 這樣一個地靈或者後靈這樣一個上攻 可以說我們已經了解的比較完整 那麼這還只是一個單一的一個靈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我們一直要有解決的就是 一個是每個靈究竟它內部的結構長什麼樣 那每個靈按照文獻的記錄它有上下攻 上攻就是剛才我們看到整個這個園子就是一個上攻 那麼還有給它裴靈的期間給它就是日常的起居的這種祭祀 那麼還有下攻 那麼下攻到底長什麼樣的 上下攻之間合成了一套 這才是一個地靈的完整組合 那麼在地靈的上下攻之間還會有核戰的 因為這個算是附近來的這個皇后 皇后靈不獨立 她是附在這裏面的 作為她的附屬附在這裏面 但是她又是在兩個上下攻之外 夾在上下攻之間 那麼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組合 那麼這才只有一個 才只算是一組 那麼在整個的這個南北兩個片區裏面 總共其實有從徽宗開始到最後一個皇帝 就等於說最後葬進來這個皇帝 宋都宗的有能夠靈截止 總共有7座地靈 有7組這樣的靈截 那麼整個7組靈截 它的整體的結構 最終的整體的結構是什麼 他們相互之間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體現他們的招募掌又尊卑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還需要做更長期的工作來解決的 所以在18年我們發現了1號靈元以後 我們繼續結合我們之前說到的勘探的成果 我們選定了在1號靈元往東 應該在150米左右這樣的一個位置 這個是硬聲聲跳出去的 就沒有做連片的發掘 就硬聲聲跳出來 選了這樣一個位置做了一個發掘 那麼發掘成果也還是比較好的 而且出乎也比較好 因為其實為什麽選這個也不是 不是無願物跳了150米 其實我們之前在這裏是做過探討的 也在這裏發現過一些類似的一些可疑的跡象 但當時沒能明白這一組跡象的意義 那麼等到我們完整揭露了1號靈元以後 我們就能夠知道 這塊區域裏是有它更重要的 可能有它更不一樣的一些東西了 所以我們在這裏做了一些 就鋪開了做了部方的發掘 做完部方發掘以後非常外星 我們第一組探訪在這個位置 然後第一組探訪就發現了幾處 一開始還沒有往下挖 就在面上擠出這樣的 以為是像這個叫什麽 就以為是一些灰坑 但是灰坑有一個兩個也就算了 後來發現灰坑成組了 成組了以後就給大家很大的一個疑問 當然本身它也有出現一個台積邊 夯土的台積的面 所以我們現在保留這個疑似的灰坑的面的情況底下 我們進行了連續的三輪擴放 最後擴出來以後 把整個這個長方形的這個大臺子 全部給它明白了以後 那麽這時候從天上往地上一看 就能發現這裏有28個這樣的一個灰坑 那麽它就不能是灰坑 其實就是一個柱網 所以我們後來在集中的對於28個灰坑做了一個 28個柱網做了一個集中的發掘 就能發現一組很完整的一個過程 就因爲它的破壞的程度不一樣 有的破壞到的底層就是灰坑的底 有的破壞到灰坑的倒數第二層 有的破壞到灰坑的倒數第三層 就是因爲這樣的不同的層面 給我們很直白地展示了 這個灰坑究竟它怎麽建起來的 硬灰坑 然後呢很不期工本的做了一層磚的面 磚面上面還會有再有一層薄薄的航圖 然後再來一層這樣的一個大石板 那麽最後這個石板上面其實有印子 最後應該就是在上頭再放一塊完整的大的住土石 這樣才是整個的這個住土 完整的一個住位的這樣一個建設 可以說我們除了住土石 徹底沒有沒有一塊都沒有發現出來 但是整個的桑頓的這個營建的這個過程 完完整整的都能夠 都能夠在我們不同的這個桑頓裏面 把它組合呈現出來 那麽呈現出來以後就能發現 這是一個面寬32米近深22米 這樣將近700平方的這樣一個大的一個橫長方形的房子 那麽它的四壁 它的不是四壁啊 它的外圍 它的整個這個外圍 原來全是用條石 大條石給封鋼住的 這個很容易理解 咱們現在就隨便找個大的廟宇 或者去過公里看就知道 這個房子對外來講 它給能看到的肯定都是已經封氣好的 當然它原來的再完整的 可能上面有一部分可能是用磚的 它不一定都用石板 那麽肯定是封鋼好 所以在它的四周是有這樣的一個溝槽的 其實就是最起碼它的底的 石頭的底是用這個溝槽框住的 而且在這個溝槽的四個角上 還有四塊那麽角石一樣的東西 作為卡邊用的 那麽把整個這個封鋼住 很可惜現在就剩了北側 這是北下 北側的這一條條石存在 其他都沒有 其他都被人挖光了 然後這個房子很明顯有一個二次增闊 一開始我以為它又有一個龜頭屋的 那其實不是 這個是一個二次增闊出來的一個縮進去台積 但結構跟龜頭墊的結構是一樣的 就是可能也是一個圖字型建築 但是它的這個夯土壓在了原有的包邊石的上面 可見它是後期最佳的 而且通過解剖我們可以明確 這底下什麼也沒有 它就是一個硬邦邦的一個牌子 屬於後期增加的東西 而不是墓葬 這也直接就說明了 這一組建築 它不是某一個皇帝或皇后的這個靈元的上宮 它其實就是一個規模非常大的一個配想用的一個想墊 那麼在這個想墊的南側我們發現了半個它的門墊 你說半個因為它南面被破壞的徹底破壞的 南半個找不到 那麼在它的東面有一個也被破壞的比較慘 但是整個輪廓依然還能夠完整變實的 一個跟主墊幾乎完全等大的東西像的這樣的一個可以說是配墊 那麼這一條是一個很長的一個回廊 我畫這張圖的時候還沒有 這是我們最近這一個月 我們在這個回廊上反覆的刮面 反覆的這個波替以後 我們確認出回廊上還存在的一組 現在還有六個吧 六個 目前能確定還有六個這樣的一個桑蹲的基礎 也就是回廊外側被破壞也比較厲害 但是內側這樣的一個桑蹲蹲機還在 那麼它就很明 這個很未理解它肯定是雙柱 雙柱構成了這樣一條狼五 那麼狼與主墊之間還有一條夯土帶是連接的 其中有一部分的這個夯土帶外圍的 這個台積外圍的這個石頭邊也還是在的 就給我們呈現出了一個完整的一個大四合院的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麼剛才這一部分講的有很多 那麼這講到的後面就是我們從去年年底開始到現在也在做 我們又擴 因為那一個店就基本上就做得差不多的整個零圓的 現在是在繼續細化一些細部的發掘 那麼我們在它的西面跟它的南面 這個就是連片的一個擴方 擴方了以後分別發現了兩組零圓 這在它的西側 在這個我們變號二號零圓的西側 也就在一二之間我們跳開的這個位置 我們重新發現這樣一組零圓 這是目前能畫的出來的圖 就基本上可以明確的 當然目前畫出來這個圖來看 就是組墊跟墓葬規模跟一號零圓類似 但是圓牆要短 要比一號零圓短了將近十米 那麼這其中有什麼問題 因為東牆跟南牆是很明確的 北牆目前存疑 所以這裏是不是我們的這個 一個是測試上的有點問題 咱們現場機場上電視上是不是還有點問題 另外就是說它本身可能它就是小的 那麼它可能就是合葬 就被輔葬在期間某一個皇后靈的 這樣的一個主體靈圓的結構而已 那麼這是3號零圓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麼4號零圓相對來講 目前比較清晰的就是它整體的這個南北向的 這個也還是跟我們18年發現1號零圓也是一模一樣的 門店 限店 那麼後面的這個石板 這個是果木屑以及它圍牆 所以它現在的東西圍牆 這個兩端還在往兩側延伸 我們還沒有非常的明確 還沒有把它圍合起來 如果圍合起來以後 基本上這張圖就跟 把1號零圓重新又畫了一遍一樣的 包括它的開肩數量都是一樣的 這個桑墩的結構 桑墩的尺度也是類似的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們發現呢 大量的這些遺物 遺物的量非常大 當然呢 都不是什麼漂亮的東西啊 都不是什麼好 看上去都是很一般就是建構構建 但我們在這些建築構建 為我們提供了很重要的一個信息 就是剛才提到的 我們結合了建築考古 對它的一個復原 我們的復原並不是停留在 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柱網了 那麼把營造法式拿過來 咱們套一下法式吧 然後呢 該有多高有什麼咱們就做了 其實遠遠不能是這樣 遠遠不只是這樣 也不能是這樣 我們對美 請同學們來 就是給他們做的一些 盡可能的精細化的測量 這裡面 咱們看到的是 它營面上好看一點的地方 其實它重要的是 它底下的這個數據 就是它的這個孔 你比如說這件東西 這件東西跟它是組合的 略為熟悉建築人就知道 那麼在屋頂上瓦 這個連排成片的瓦了之後呢 在一定的位置上 就必須用上這種帶釘孔的瓦 這個時候這一個瓦 扣著這個位置 它是要打釘子的 而且是兩排打釘子 這樣能穩固住一整條線 那麼繼續這個瓦往上走 那麼在一波瓦過後 再釘一排釘子 能扣著 這是瓦釘子 但是瓦釘子光這麼釘子 一來也容易壞 容易修而來也不好看 所以這一套東西是跟它配套的 所以它的瓦釘子 所以這個銅瓦 它本身就關聯度 就是它的船子的大小 那麼它的瓦釘 瓦釘子就關聯到它的這個瓦釘 它跟它配套的這樣一個整體的規制 規格 那麼整個的這個屋頂 屋頂完全復原起來以後 做好以後 它應該是個什麼樣子 一個狀態 所以呢 對於任何一個細部 我們都沒有放過 包括的 所以包括的這個 這個其實也是類似的這樣一個 一個裝飾 但是它是一個整體的 一個飛天 我們稱作佳麟平家 這樣的一個結構 比如說這一件 這一件現在如果是 在西下陵出了很多 它是帶琉璃的 西下陵很多帶琉璃的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人手鳥身的 這樣一個瓦頭式 那麼這樣一組東西 那在當時是一個 南與北都普遍的用 都普遍的使用 只是南北各方的 西下也做 金也做 宋也做 那大家做的方式 又都不完全一樣 又各有各的特色的 那麼這是南宋的方式 既做成這樣一個形象 同時它們 這邊全部是用灰陶 就是它沒有流離 這是它的一個特點 那麼這些都是我們在關聯的 包括在過程中我們發現的一些 石垢的一些構建 那麼這些構建 如何把它立回來 就立回來以後 它的一個整體的一個 這個形貿狀態 這都是我們對於整個房子的 這個最終將來 考慮到將來的復原展示 將來的復原保護以後 它所應該能呈現的這種狀態 這個是在過程中 我們結合了我們在 我們同事在這個 周邊一個在萍水 那個蘭諾斯大墓發掘的時候 那麼蘭諾斯的那個發掘 出土的一些陶骨建 那麼它能組合起來的 這個時候南宋時期的這個 房子外圍的這樣一個勾欄建 結構那是什麽一個樣子 這完全是一個可以對應參考 對應參考的這樣一個方式 那麼還有出土的一些文物 我們今天出的這個圖錄裏 特意選擇了很多這樣一些器具來的 雖然說它很殘緒 但它體現的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一個就是當年的這些宮廷用詞 是在陵原跟在黃城裡 跟在杭州城裡它有什麽區別 這裏目前我們來講 發現最大區別就是至今為止 我們在這11年了 我們沒有發現一片能夠被稱作 南宋官窑的就是杭州燒的那一批 南宋官窑那一批瓷片 以及陶器就是因爲當時還有一些 就仿銅青銅禮器 仿銅的陶器 沒有發現那批東西 那麼意味著什麽 意味著如果從解釋的角度來 那麼我就認為它靈原 靈原跟在黃城裡面祭天祭地的 這樣兩套祭祀的這個禮儀系統 是不同的 就祭祖跟祭天存在著嚴格的區別 所以它那一批祭天的那一批東西 沒有放到這裏來 沒有放到這個陵原裡來使用 但是正常的宮廷用詞 應該大家是一樣的 那麼這裏還要涉及到一些元代的器物 其實元代的一些器物的出現 而且是不在少數的這樣的一個出現 其實也恰恰說明了 南宋地靈在路原以後 其實一個是它的毀壞 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 就把那木倒閉了 把整個東西一把火燒平了 其實這裏很多的房子 會像就像 蓮安黃城裡面這些房子一樣 被改造成寺院 繼續在使用 所以它的這個過程中 它的很多器物 我們依然會發現 甚至於元代的 都不能是不僅僅是元初的器物 所以它是延續在用 所以這也是它一個嚴格的 我們在研究這一組靈圓它的一個 嚴格變化的一點點 雖然不系統 但是也聊勝於無的這樣一些信息 這又說了 經過我們這一些 一大堆的這樣的發掘 還有一些這樣的一個 數字化的這些測量計算以後 那麼對它目前做了一個 還算我們自己覺得還算滿意的 這樣一個復原的方案之一吧 而且這只是針對上工 那麼還有下工的復原方案 目前來講還比較的粗 因為下工的那個結構更複雜 目前還沒有完全做出來 將來做出來我想 會比它的整體的 會比上工的格局還大 因為它下工關聯的這個想電 配電 還有一些實際駐輪的一些地方 所以它的整體的面積 整體的使用的規格 都會產生變化 那麼講完的這個皇城皇陵 那麼咱們來看看就是 所謂的江南士林 我們要我們能講些什麼 我們要講些什麼 這是一塊夜市的這個龍泉 龍泉搖燒的這樣的慈墓誌 這個這個鑽書寫了很討厭 大宋利布侍郎 葉文定公之墓 然後那是純幼十年 純幼十年幾月 就是它下葬的一年代 這不能叫墓誌 這其實只能算最多像是一個木製蓋 或者一個礦製蓋 因為它以它這樣的身份 這個葉水晶 葉氏這樣人的身份 它當然是應該有個專門的一個大的 一個木製 一套木製的 這一件現在是藏在這個文州博物館 所以 那麼整個南宋這個是江南的 我剛才一開始說的 其實這裡存在一個南與北的交融合的問題 而這個融合可以是和平的 也可以是不和平的 但最終它應該是要走向一個 就是一種歸於一路 最終還是要歸一的這樣一個路數上去 我拿我自己最熟悉的一套東西 一套材料來舉例 這是我在做南宋地靈之前 之前的幾個月 我發掘的這樣一座南宋墓 這座墓最粗的 它最重要的 是因為它被盜的那七卷紙本文書 有三十多米長 然後呢 講述了 記錄的是這個人 許惟禮這個人 一生的所有的示範履歷 它相當於不想麻煩 自己拿著專門用的一套 就是官方的備用的紙 把自己的歷年的委論狀 跟考評語抄了一遍 歷年的全抄了一遍 當然也有人懷疑 是不是它本能抄的 這不重要 就等於說 就跟南宋現在把自己的 歷年的評語給復印了一份 然後複製完了這一份以後 然後就埋進來了 那麽這個墓呢 在應該是在這個的六年前 大概在06年前後被盜 那被盜以後後來發現了 後來這一批出的文物 在市面上被發現了以後 公安緊急就是立案 然後破壞了這些案子 破壞案子以後呢 我們就是最初我們只是來做 人家在指論的一個狀態下 作為一個搶救性的一個發掘 一個就是司法性的一個發掘 比如說你只要發掘到相關信息 能確認是不是這個人 跟這套東西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有關就行了 但那個時候其實可能很多人 如果當時簡單化處理的話 那麽就是從稻洞擴開 墓室找到 挖壹下 把墓室清理乾淨 找到相關的信息可能就完了 但其實那個在那之前 起碼我們所裏 在這裏的之前的十來年間 我們對於宋牧 尤其我們鄭嘉麗老師這樣的 他對於宋牧 都非常非常專注的一些理解 那麽我們對於宋牧的發掘 也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認識 就是所有的發掘 盡可能的是從全局性來把控它 也就是說盡量的找到它整個的這個墓園 而不僅僅糾結於它的這個整個這個墓坑 墓室的這個一局部的東西 所以到了這裏以後呢 我們就直接進來 但是進來的時候 這裏已經沒地方去了 什麽沒地方去了 就是說沒地方住了 然後實在沒轍 就找了這個龍王廟 跟龍王廟這個 廟祖是個俗家的人 跟這個人聊了一會兒天 喝了一會兒茶 要不你們住我們這裏 所以我們其實就坐在廟裡 坐在廟裡發掘真正的墓 那麽這就是我從廟裡這個方向看過去 就兩離得很近 就看過來 當時我往北一看 它整個的這個形制結構 就是所謂 因為這個南方的這個墓葬結構 就是尤其是到了浙江南宋以後 就是經常能提下 所謂的左青龍又白虎 這種環抱式的一個地形 非常清晰 所以呢 就給我們一個 給我們一個 吃了一季定性完 這個地方來講 應該不只是 就簡單的去套一個木坑的問題 我們還是有機會 把整個的它的這個林園結構 木園結構給做出來的 你看看它的這個地形地貌 應該沒有太大的一種變化 所以呢 我們就在這裏呢 就佈了 這裏應該佈了六個方 我習慣都是佈一百平方的方 就實成實的佈了六個方 那麽 基本上就當時正好 把整個這個區域控制 控制下來 控制下來 做了一個徹底的一個發掘 那麽就能夠 能夠看出的 前面還是可惜 前一集還是被破壞掉 那麽後面的幾層 幾層敗台 兩層敗台 就非常完整 妳看這裏的這個 這個 這應該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叫飄帶吧 就是那個欄杆 就是兩側欄杆 欄杆 欄杆石的位置 幾級台階 雖然台階的包 外包 外包裝都已經沒有了 但是這台階的夯土是很明顯 那台階前階岩 其實也還是可以看出來 它還是一套上來 就封得很死 那兩級 到這裏算三級 三級以後 這裏明顯 有一組這樣的一個 這個望柱 望柱的這樣一個結構 那麽望柱這個 靈堂門進來以後 就是這樣一個橫長的 橫長的這樣的一個拜臺 那麽拜臺上面 這個又繼續延伸上去 就是這樣一個方形 這樣一個 結果非常完整 也非常的 非常的符合 就是我們常說的這個南方 南方的這個 就江南地 江南形式的這樣一個 浅坑石國土坑 石國土坑的這樣一個 一個宋寺的墓葬 宋寺的墓葬 然後上面它的墓坑不深 然後整個呢是做成了一個 這個八邊形的這樣一個 一個虛擬台積 虛擬座 那原來當然我們發覺的時候 上面這個風土已經被老亂了 也沒有亂掉了 那麽這樣從一個結構上來看呢 就是這個墓室其實並沒有修得很正 可以說它肯定是 不是一次性的一個做完了 應該是做過一定的一個修整 因為它導致它連居中取中都沒有完全取好 那麽左室 當然我們是以作為朝南的方式來說 就左室這個墓主人 就被盜了這個墓主人 徐維里的墓 右側呢是他的夫人 林氏的墓 爲什麽這個墓要特意拿出來講呢 不僅在於說這個我們發掘的很完整 把它整組的盡可能把它整組的這個墓園的結構啊 整個的墓葬的形式都發掘完了 都揭示清楚 其實它就是說這個人的身份它很有意思 它呢 當然它已經到了這個南宋晚期了 但是這個人呢 他徐江在當地來講 是一個就是 可以說是一個南與北結合的這樣一組人群 他的父親徐維倩 他也是就是 他也是這種算是南乃士族的這樣一個後裔吧 這樣他們定居在這個武藝以後 那麼結合了跟當地他夫人姓林 也是金華的一個大姓 那麼就是說通過通婚 那麼穩定住了他在當地的這樣一個 一個身份認同 那麼他們就成為一個 成為當地的一個世家了 那麼他的整個的墓葬的結構 是這樣的南方式的 同時呢 他夫人 對 他夫人的墓製是完整的 還記錄了說他們家這個墓 他們夫妻倆的這個墓呢 在他的祖營之側 祖營之側這個很容易理解 當然你可以理解為它是個套話 但按說本來也應該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他父子之間 那我簾子在那兒安葬也是對的 但是實際上呢 我當時發掘完了這個之後 且不說中間的那些鬼 且不說中間的那些鬼 且不說發掘完了之後 我們為了 為了印證他家祖營到底有多大 就是我當時想的 不僅僅是這一個墓園呢 而是他家整個的這個祖宗墓營的墓園 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在那個山上開非常長的長壇鍋 結果一無所獲 找不到他父親的 找不到他兄弟 就多一座墓都找不到 就整個這一片這一個斜坡面呢 這個時期的墓 就他們夫妻這一座 那麼當時這個事情就存疑了 一直到隔了好幾年 具體外光 18年還19年 隔了好幾年了 那我們鄭家立老師在武藝城裏 作為一個基建的強制性的發掘的時候 突然發現了一座墓 那墓當然已經平毀了很厲害 但是墓穴的這些部分還在 在這個時候出了一個墓制 恰恰就是他父親 恰恰就是徐玲他父親 那麼他與他父親之間 我現在已經 因為我好多年沒去過了 我也已經沒法說穿去的距離 但是起碼在20公里以上是有的 因為那個是在城裏面 這個是在一個城東南角上 城外的 這整個距離是拉開的 但是在他的一個認識裏面 在他的這個寫這個墓制 刻這個墓制的時候 他依然認為是在他的祖淫之策 這個一個 我剛才說一個呢 可能就是寫墓制人的套話 二個是 其實這個時候 他們自己還認為這個還屬於合葬 是因為這還都在武藝的山川範圍內 這裡是武藝線 還都屬於武藝線的山川範圍內 那麼大家都還算是合葬 就他的合葬的一個劇族合葬的概念被放大了 當然也可以說是他自圓其說的一種放大 就是避免的一種選址上的一種無法解釋的這樣一個遠離 他跟他父親離了那麼遠 這是他的很有意思的一點 因為與此同時 我們後來因為我去做宋靈了 然後鄭老師在這裡繼續做這個武藝 這個叫明朝山 明朝山的呂氏家竹墓 呂氏家竹墓 那典型的這個北方南來的這一支 他從他們祖上就一直是在閃 在閃西的 結果他搬來以後 他們家的一個劇族合葬怎麼合法 就圍著明朝山裡三層外三層的在那裡人建墓葬 應該有五代的嘛 五代的合葬在一座山上 在那山上能 具體數字我不知道 大概應該能在上百座墓葬 而他們這個已經南方化 土著化了的這個徐衛李他們家 號稱的這個祖營的這個合葬 隔開了父子兩代隔開了幾 二三十公里幾十公里的距離 這就是南與北兩種路線一個很大的一個區別 那他的墓葬還是這樣 但墓葬具體的形狀 你要說把呂氏家竹墓再去做一個發掘 明朝山那些墓呢 他的具體的營造化可能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他的一個整體的整體的這個規劃概念 就十萬八千里 但這樣的一個概念的差別 如果說放在四明地區 四明史是在很著名的 這個南宋末年的權相 史詩家竹墓也是這樣 這個呢 這個史明遠 史明遠 他是葬在四明上 他的另外有一個 史松茲 他也是第二代祭任他的宰相 都葬到余瑶去 就是間隔也都是幾十公里 當然咱們可以理解 當時可以理解為 當時這樣的一個大空間的很多土地 可能都是他們家的 曾經被他們家佔的 但是呢 實際上從何創 從對於靈魂的這樣的一個安撫 這種迷信的這種理解來講 他依然是不合理的 因為你不能指望這些人能半夜飛著聊天 那他還不是在一起的 但就這樣一個狀態 就出現了一個南與北 實際上雖然已經共存了 但是南與北的這種不同的路子 一直存在 這樣的一直存在 就存在著 尤其是以武藝 女士家族墓為標準 就這樣就貫穿始終 一直到南宋結束 這兩個套路就是共存的 一直存在下去 那麼這是我們在發掘過程中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正好發掘了徐衛禮墓制的一些殘塊 其他的倒也爆炸 齊齊巴巴的一些內容 其實就正好開篇了這個 先軍會衛禮 這牌子在 基本上就把 當時這個 其實最初的目的只是為了這個 就是為了確定一下他身份 但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直接的 把整個的徐衛禮墓地的整體的形貌 做了一個完全的一個瞭解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他抄路的 這個所謂的鹿白 赤黃 赤黃 就是黃紙 黃紙的這個刺書 他用普通的棉白紙 然後重新做了一個抄路 這是他的一些內容 當然這個是作為文献史研究者 可能很關注的一個內容 但是從物化的 我老說的這個物化的一個文物信息來講 那麼他所體現的是什麼 是這個人 他如何在怎樣 因為他是在不斷地移動的 畢竟是一個行政官員 他是一個地方 他一直作為一個就是 非金官 就是應該講 當時一個是金官 一個是這個 他一直沒能轉成那個進士 所以他一直是在 他從最初的金官轉成的外朝官 一直在這個地方上任職 任這些外朝的這種職務的 在那裡遷轉 這是可以從政治史的 政治史制度史的層面去了解的 那麼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呢 就是說這樣的一批東西 他跟他的這個墓葬的形質的變化 是否有觀念 就是說他選擇著這樣一個墓葬 跟他這個人逐漸逐漸就是他的一個政治 他的一個文化在地化了以後 可能是有很大的關係 就他不去走 就這些人他跟中央的另外有一些 就是中央的一些主流的北方的官員 可能就一直是有一些隔閡 一直有一些差異 那麼這是我們另外發覺的 比如說在雲河正平現在發覺的 整體的規模那比他大多了 雖然沒能明確這個具體的墓葬 那只能以三級大拜談 當然比他大多了 有個原因是人家這個保存的 那麼許維里的那個是前端 有一部分是已經被破壞了 當然哪怕他存在應該也沒有他這麽三級跨度跨那麽大 那麼在這個最近的一次發覺的 黃靈之外的一個最大的頌目 就是我們在這個瓶水藍諾寺發覺的這個大型頌目 這個還參加了17年的全國時代考古發現的一個評選 是沒評上 但是這個工作也是一樣 跟南宋黃靈有一個共同的一個做法 就是在工作進行了一半的時候呢 我們開始引路了這個建築考古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麽所有做建築考古復原的同學們 是老實的同學們 是直接就坐在工地上 跟我們一起來做這個考古工作 一起來提取這些考古數據 雖然他們做的 我們在工地上依然有分工 但是這樣的一個分工 能更直接的能讓參與採樣的這些同學們 了解到他採樣的這些東西到底意味著什麽 然後呢他反過來他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知道哪一些在適當的時候哪一些東西 哪一些信息可能是我們會忽略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工作直接得出了就是 北大在這裏出了兩篇碩士論文 在我那邊出了一篇碩士論文 然後一篇博士論文 就是在整個的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大家一起在進步 大家共同在進步 大家共同在進步 共同在獲得成果 那麼這是更 雖然不大 這個是那個叫 宋太祖的武士孫 這也是那個鄭家瑤老師發掘的 他強勁發掘的墓葬 墓葬裏這個呢 就是墓葬的基本信息就很可惜 因為前期被勞動了 最後就等他趕到的時候 只剩這一句木棺 所以他只清理了木棺裏的東西 有意思的是 他發現了這個南唐的屠龍玉壁 那麼這時候出現一個什麼事情呢 就是這些屠龍玉壁 屠龍這個事情 起碼在五代 他一度盛行到北宋都還在 但是到了南宋以後 就這一類東西 等大家再發現它的時候 就只是把它當成古玉來看待了 可能這個時候已經 至少在浙江這一邊 可能他不再以這樣的器物來 就是所謂投龍 就是一個玉壁 或者一套銀檢 一套銀檢 一條金龍綁一塊 然後投進這個洞天福地裡 起伏 那那條龍呢 就代表的是一個 我就當他是活的 他就是一個使者 然後帶著這些蚊子去的 那因為這是用的是一個玉壁 那可能當年是一個玉壁 捆著一條龍 然後輪下去的 那這個時候等於說 這樣的一個習俗 這樣的一個投龍的風 就是祭祀的方式 可能已經被大家淡忘掉了 所以當這個牧主人 在得到這件東西以後 就完全把它改造成一個 隨身的玉佩了 那麼我們剛才前面講了 講的那麼 那麼這一些東西呢 我們說 主要談到的是什麼 就是 尤其是南宋中後期 這幾個典型的品觀墓葬的案例 當然這裡 因為我自己手上的資料不夠 沒有把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女士家庭放進來 如果放進來 大家就都能看得更完整 就是有 我剛才提到的 這個 這個 一脈相承的 這樣集中的墓園 那麼有大範圍跨去 跨範圍 但是名義上 依然保留的 合葬的這個虛名的 資源寫說 保留合葬虛名的 這樣的一個 就是閃點式的 這種家族墓地 但是這個閃點是 根據家族的不同的勢力 不同的力量 他的一個閃點 是有一定的 可能存在的 一定的距離上的差別的 你比如說 徐家 雖然說徐魏里 他父親也是當 也是當到 應該當到三品 三品賢 他徐魏里 本身是個 應不出身的 那麼 但是他們家跟這個 四名的 四名的這一批宰相 還是不同的 所以他們家的這個 墓葬的跨區 可能只是在五億線 這樣一個小線 能範圍也去跨 而十四家族 這個樓氏家族 就是 四名這幾個大姓 他的整個跨的 可能整個府的 整個寧波 大寧波地區的 甚至於超出寧波地區的 這樣的一個跨度的分布 因為這裡背後可能映射出的是 他們各自對於大土地的 佔有的不同程度的體現 那麼 在這裡 徐李牧出土的這一批 雖然是被盜老的 盜絕出來的 但出現了這一批 赤王陸白的文書 說咱們拋開 對於它的這個內容 具體內容 就不去討論它來講 這至少不在咱們今天討論範疇 但它依然 咱們依然可以簡單的看到 就是說 當時的這個官員的考課制度 還有我剛才 我這裡面寫的 就是當時的人員的流動 它人員的這種流動 直接的是可以影響到 它在生前跟生後 就是它的生活跟它去世以後 它的宅園跟它的墓地 墓葬的這樣的一個選擇 這樣的一個分布 可能都有關聯 都是有關聯的 所以這個文書 雖然它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史上的內容 但是它可以給我們引發其他的一些 引申出來的思考 另外呢 就是 我這裡雖然沒有 沒有把它的那個墓地指紋給大家細看 就這時候大量的墓地 就是格式化 然後呢 人格扁平化 剛才也說的 這個離個十萬八千里 它也叫 格式化 離個十萬八千里 它也叫做在主營之策 實際上不是 但是它會 很多的會 有一個格套 像這個很多的墓地 可能它實際上 它大量的文字 哪怕它有兩千個字 可能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能不出三百個字了 這是它一個格式化的後果 另外就是人格扁平化 都是孝子順孫賢富 你看它是富人 出生 先是出開了格式化的這些家庭背景的一個介紹 最後 那麼女的一定是富子 一定是賢妻良母 如果它是一個守寡的 那麼它一定是一個很勤儉持家 那麼這樣如何如何 因為能到有 解他寫墓制 一般他兒子寫的 那麼一定是 他如何如何勤儉持家 然後培養著兒子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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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登天子堂 光宗廖 都是這樣的 那人格被扁平化了以後 雖然有看上去 好如陰海的這樣的一些信息 但是我們要從中間 把這些扁平化的信息 剝離掉以後 才是真正我們能夠看到的一些 有價值的內容 而不是說我們一看到 哎呀又出於墓制了 好像又可以 又可以有什麼新的 對一些歷史 有一些新的論證 其實可能不是 尤其是我建議大家 還有很多 很多這個女同事 還有一些女學生 我建議大家以後 看到類似的墓制的時候 不妨再去看 尤其是女性的墓制 她可能讀到的東西 可能恰恰是在言文字之外 恰恰是在言外之意 可能才是這些墓制 更有價值的內容 不然的話 你能看到都是千篇一律 這種賢妻良母 那麼男的當然是忠誠孝子的 那都有 因為男的都是什麼忠誠良將 那大宋朝何至於如此呢 對吧 那麼肯定這裏有很多 虛假的信息在裏面 那麼再有就是 這個時候我剛才說的 那盧家的招募障 早年我們一直在討論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招募障 那麼盧家的招募障 在南方究竟是不是 後來這盧 以什麼樣的方式執行的 那到底消沒消失 目前來看呢 他招募障呢 其實名義上的理念 是一直在的 但是呢 他的風水觀念 被偷換了 尤其是最早 大家知道最早 盧家他起於山東 勝於中原地區 中原地區的山水 山水形貌 和南方差別巨大 所以呢 他是能夠在一個平地上 他的平地當然是高坡平地上 去規劃 左朝右暮 當然這裏還有 人家先開始規劃的是廟 宗廟裏的位置 那麼再規劃到墓葬裏 墓地上 他可以以快撞 快撞的這樣的區分 而實際上在江南是做不到的 尤其在浙江這種恨不得 就是90%是山地的地方 他其實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時候 他就是以江南的風水理念 來做一個實用的底色 但是呢 真正的做一個來試用 同時呢 給他蓋上了一層 盧家招募的 這樣一個虛名而已 這是我個人的理解 就是盧家的招募在這裏 他就是一個名義 僅僅停留在這個理論層面上 真正的實行 一定就是 因形救世的江南山水 那麼這個時候 由於這樣的變化 實際上 大家族的 基本上集中的墓園 就趨於消亡了 那麼 呂釋迦如墓 是一個其中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案例 但是 即便說他也只延續了五代 他也不可能說 一直延續下去 那麼就說明 這樣的墓園制度 以招募葬為基礎的 大型的集中墓園 其實至少在南宋中後期以後 隨著這些士大夫的這個 將來化以後 實際上就慢慢慢慢 就 基本上就 就消亡殆盡的 應該這麼說 那獨苗 偶爾一個獨苗 那是可以理解的 肯定是 這種是會存在的 那麼 接下來就 講了君 講了臣 那麼咱們再看看 就尋常百姓 當然我這裡 沒法講尋常百姓的這些 就是木棧啊 或者一些東西 我們講其實是尋常百姓 跟尋常百姓 有可能有關聯的一些 考古發現 是什麼呢 就是 比如說我這裡會提到 這個瓷器 雖然這裡提到的官窑啊 先因為講瓷器 不能不講南宋的 杭州的這個 修內斯官窑 但是其實呢 就是他修內斯出現這些 官窑的瓷器的時候 他也是在做一個問題 就是尤其是 紡青銅 紡青銅禮器這一批 他就是要做一個 反譜歸真 這個是從 徽宗朝 興這個 風橫玉大 興這個 這個宣和波古 宣和波古這一套東西以來 就開始出現了 祖宗認不得金銀珠寶 祖宗要認的是他天生 天生成的東西 來做的器物 所以呢 其實他從北宋開始 就會大量的去提倡 提倡用這些 逃跑 逃跑 用逃器 用瓷器 甚至用器木器 來取代珍貴的金銀器 他依然是有一定的 就是顯示出一種 民本的一種思維的 只是他最終 很多是留於一種形式 留於一種面向 那麼跟他 這裡還講到 我們剛才一開始我講到 就是說 隨著北方人的南欠 是不是真的都能對南方產生 積極的影響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我直接跳到講龍泉窑 因為其實這幾年裡面 我們還在一個 就是在現在的泰州 泰州發掘了 我們的同事做的這個沙布窑 但是連續做了好幾年了 從現在來看 因為龍泉窑在 大家一提送 那肯定都提龍泉窑為主 其實龍泉窑也存在了區域的變更 從早到晚的一種變化 比龍泉窑更 沙布窑又比龍泉窑更早 目前呢 由我不主要 我不做陶瓷詞窑的研究 從我們這個同事的 他們研究的角度來看呢 他就覺得 整個的 這個浙江的詞窑 詞窑也恰恰因為 隨著北方文化的這樣的一個輸入 恰恰恰是在變化的 就是由北往南在 在換地方 從最初唐代的月窑 月窑到北宋的晚期 月窑一直發展到北宋到南宋早期 但南宋早期月窑的復燒 是因為這個 越州行在的原因 臨時的這個行在改到越州 那一度呢 他不得不還燒一批東西 但是那個時候已經不行了 那麼 往哪走 往南走 往南走 其中一部分去了台州 這個生產線 一部分壓到了台州 就現在我們做了沙布窑這一塊 一部分就壓到了龍泉 後來呢 台州再往後 沙布窑慢慢慢慢也 也基本上就是 也走了末路了 那麼最後就集中到最西南的這個龍泉窑 從陶瓷來講 它就是一個產地的變化 但是呢 如果說 然後 結合我一開始說到的這個人群的角度來看呢 就是說 為什麼它要產地要發生變化 當然 當然 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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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土的這個選擇當然是一個前提 還有一個選擇 這也是以前我跟我們那個佳麗老師 我們經常討論過的 就是北方人群的流露 隨著北方人群的流露 他們對於土地的需求 明顯 我原來這塊地 上面活著十萬人 現在變成要養活二十萬人 土地的需求改變了 大家對於土地的爭奪也改變了 對於土地的佔有權也不一樣 所以原有的在山川 原來自己的家鄉在那坑哨哨 在這個平常種地 然後呢 到了可能到了秋季冬天的時候 就燒個一兩條窯的人 他們的生活空間被擠壓了 他們的轉變 不完全是因為磁土 因為這些人常年在這裏生活 他哪知道 到底龍泉窯的磁土啊 還是景德鎮的高齡土 萬不得已的 不是萬不得已他不會走的呀 那麽這個 這個恰恰就是 北方的南千對他造成的影響 把他的擠壓走 擠壓走了以後 他只好再去別的地方 因為他的生存方式沒有呢 你可能有一些人來就封固山澤 因為你除了去取土 你還要取樹木 要燒火的 一里窯十里礁 要大量的砍柴的 那麽你這些人已經砍不著柴了 或者能砍柴的地方 那麽他就要去更能 還能夠繼續這種生活 繼續這種生產方式的 所以這種變遷 這種 除了是咱們現在一講講 就是搖曳技術的一種傳播 除了技術的傳播 更多的應該就是人在動 隨著人在動 那麽這樣的生產的工藝 生產的技術手段 跟著人走 才會出現了這個 找這樣的一個這個窯子區 你比如說由越窯 越窯轉台洲 轉台洲 再轉龍泉窯 這樣的變化的一個過程 那麽其實到龍泉窯走到頭龍門沒有 龍泉窯繼續往周邊擴散 龍泉窯的影響 當然因爲他的這個燒灶 他的 他的這裡 那要如果去過就知道 那麽真的是滿山遍野的 這個大山大山林 那麽他的這個資源 資源狀態比較好 那麽適合於能夠燒灶大量的 這樣的一種 這種大體量這樣的一個生產 另外還有 就龍泉窯他的 他其實他有他的交通優勢 要說什麽 他處於歐天空上游 現代人可能因爲修了幾個 這邊呢修過水鋪的原因 有些水路被隔斷了 可能覺得龍泉不就是山區裏面 我們去當龍泉也很麻煩 那不用說以前的 那麽但是呢 他當時 進到這個區域裏面 一個是好燒 燒完你要賣出去 賣出去他才是產品 賣不出去 他就是 他就是一對 你要自家用的東西 用不了燒那麽多 那麽他就是他的一個 一個營銷網絡的問題 那麽他的網絡呢 是回歸到歐江體系的 那麽這個歐江體系 他進的歐江 他是用幾條大溪 那麽順降 進歐江的上游 再由歐江上游 再下來 再轉 往東 往東再轉折 到南面 所以才會出現 這裏有南區 有東區 實際上這是跟他的交通線 是有必然的關係的 他這一出來以後 就往溫州方向 溫州永迦方向 流下去了 這是可運的 尤其是瓷器 瓷器的運輸 水運是最合理的 雖然一旦翻 一旦翻船就比較麻煩 就整船的損失 他們甚至是放竹牌的 但是呢他在運的過程中 他的運力是可以保證的 是比較划算的 應該主體是這樣的 而不是說肩膀來扛他的 人其實是貴的 那麼他的產銷一條龍 恰恰因為有這個條件 所以呢這一批人 隨著這個北 隨著這個南宋 尤其是他的中後期 就能夠 能夠越來越集中在 就是大的這個家族 大的這些勢力 集中在東部一些發達城市以後 把那一些相對落後的一些 相對貧困的一些人 擠到了這個山區裡以後 才把原有這些人手頭掌握了 這樣的一個陶瓷的 這樣生產技術擠進了這個大山區 那麼再通過商貿連通回去 你看現在龍小瑤 最後他生產出來的幾乎無可替代 幾乎就是最高水準在青磁裡面 那麼其實他最終就是說 他已經成為 在很大時候 他成為幾個大洲 杭、少、明幾個大洲的 一個主要產品的供應地 包括出海 因為宋代的這個海外貿易 他當然是一個很大宗的 那麼大宗的一個產品之一 毫無疑問的就是這一批 這一批非常漂亮的龍泉堯 而且龍泉堯它的很大 為什麼今天只選龍泉堯 作為一個基本的點來講它呢 就是龍泉堯作為一個 所有的這個宋元時期的 此要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代表 不在於說它非常漂亮 而在於它佔的這個區位非常有特點 它地跨 現在地跨三省 當然輻射三省是現在的行動區塊 但是它控制的是整個 它輻射的是整個的這個 沿海西南山區 又能夠通兩處大港的這樣一個點 它往東出來通溫州 我們前年開始 大家有很多的 很多的老師跟同學可能知道 前年開始我們去年 停上那個全國時代靠物發現的這個溫州谷港 溫州港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出海口 往南到了福建 到了福建的福州 再往南到了福建的泉州 這幾路大的港口 共同來支撐起這樣一個搖廠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一個重要的一個區位的話 僅僅只是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技術傳播 所謂的人群流動 都不足以承擔起這樣一個 數百年的一個大規模的這個搖業生產 龍泉搖在所有的 這個搖廠裡最具特色 最具突出價值的 我覺得是這一點 就是它成為一個搖業 這個行業的一個 和這個 剛才說的 產銷一條龍河的核心地 核心的一個代表點 這是講到這個龍泉 那麼最後呢 就是給我們今天這個講度 我想就是 我把最後 其實我昨天晚上連夜 把最後一頁給刪掉了 就是我以前 就會習慣性地寫幾句 像結語一樣的 就是這一次這個海報上的 海報上的 那個所謂的蓋藥吧 那個刪掉 其實我今天跟大家在這裡 叨叨了這麼一段時間 其實我是想 跟大家一起來 討論一個問題 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 你像南宋已經很晚了 咱們以前學考古的時候 會提到 古不考三代以下 那麼 三代以下 都不能願意做了 那我自己最早 開始學 做考古的時候 我做的是 漢力朝的東西 那麼我會一直 會一直 越做越晚 那麼晚期的這個 都不要說歷史時期 就是晚期歷史時期 那麼他的考古工作 他的價值在哪裡 咱們很多人會習慣性的去想像 他去想像他跟歷史文獻的一種結合 但是晚期歷史跟歷史文獻結合是 他是天經地義的 但是如果僅僅是跟歷史文獻的結合 僅僅是為了說我挖了一批東西 為了驗證 這句話是 真的 那麼咱們 花這麼大的力氣 做這麼多的工作 究竟有沒有意義 就歷史時期的考古 甚至於是晚期歷史時期的考古 那麼他路在何方 我這幾年一直在宋六寧發掘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也在努力的在改變 刻意的在改變的這樣一個思路 所以我們比如說現在我們對 我們上個禮拜也剛開過 宋六寧剛開過為工作會 那麼在會上 我會報的時候提出來 對於宋六寧 在我來講 就南宋寧在我來講 他不再是幾座皇帝 幾座皇后的墓葬 他是什麼 他是一組 我經常說如果咱們打 打比方把宋代這些文獻 一把火點著了 燒棉了 那麼這樣的一組東西留給我們 就這些遺跡留給我們 他是什麼 他是可以讓我們通過物化的這些信息 來討論曾經的這個時代 這個150年的這個時代 他的最核心的一些制度化的東西 對吧 皇帝 因為生老病死誰都免不了 那麼皇帝也免不了 在皇帝他免不了的時候 皇帝的如何對待自己的死亡 自己如何對待自己的死亡 他的下一代如何對待他的父輩 他的母親 他們死亡上的這個過程 他去崇敬他的父輩 崇敬他的母親 不光為了崇敬他們 紀念 同時也是為自己的將來在做打算 在做一個預想 所以一座陵墓 當然不光是陵墓 普通牧場也是一樣 它是一個生與死 共同融合在一塊的一個物化層面的反應 那麼作為地靈 它是一個制度 所有制度最集中的 最集中的一種 一種極端化的一個呈現 好也是做到最好的 做到最極致的 那麼嚴格做到最嚴格的 那麼這是地靈 直接針對地靈 但是地靈同時 在地靈 比如說在南壽陵裡 他除了已經死掉的 這個埋在這裏的皇帝皇后 其實他還有大量的工人 已經就是前朝工人了 他是要 級別太低的 其實可能直接放點了 反而是這些 貼身釋奉過他們的人 可能要留在靈原裏 在屬靈 那麼這些人在這個區域裡 他的後半輩子 他是怎麼生活的 那麼他的生活以後 因為他死掉以後 是不埋在這裏 那麼跟他連帶的 他死了以後 他去哪了 埋哪去了 那麼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除了生與死 除了這些人的生與死 那麼要供應他們的 給他們靈原營造 營造這個靈原的時候 他的供 他的一些所謂的原料的來源 那個物品的運輸 那麼在每一天 我說的 他每天要仿造 他健在的情況底下 還要 裝模作樣的 還要去上供 當然 說的嚴肅一點 他每天的這種禮儀 都要保持著 那麼這個過程中 他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資資源 那麼這些物資從哪裡運來 那周圍的村落 是什麼樣的一個格局 這裡還有軍隊 那麼軍隊駐紮在這裡 雖然不多 他也有 一個零大概七八十個人 那麼到最後總共也有個 也有個 整個 幾百號 千把號 千把號人 那麼還有一些官員 一些小官員在這租房 甚至於住在這裡的 為了保持這個百樹的長青 他們還專門有一些圓 就跟 就跟大鵬一樣 他們還種樹 哪裡樹死啊 他還挪進來 還還換掉 就七七八八的 這樣整個這個 說這麼多是什麼 那整個這個區域裡 它就不再只是一個領路了 它其實是一個 一個綜合的一個聚落群體 有 那麼它關聯出去的 又是呢 剛才說到這個 這個運 這個交通 交通運路出去了 它關聯的是 離它最近的是 少興府 然後呢 再往過 再往前 往西連同 還能連同到皇城 那麼整個就是 一套完整的一套體系 不僅僅是 我們在這裡發現了 一座房子 或者發現了兩件瓷器 這麼簡單 所以把它放在一個 這才是 可能這才是 才是這個 這幾年說 包括國家共同學在提倡 所謂的大遺址的考古 就把它放在更大的一個 空石 空架構體系裡 從一個更純粹的 考古學的 那個理念裡去理解他們 來可能就是說更 這是能為我們在 歷史時期的考古 找尋到一些更合理的 就我說的 路在何方的 這樣的一個解決的方式 當然我到現在 我還沒想得很明白 所以我也把這個問題 提出來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麼我今天就講這一些 好 謝謝大家 感謝黎老師 辛苦了 認認真真地講了半天 下面跟我們的同學們 互動一下吧 好的 沒事 看同學們在線的 有可以這個文字提問 也可以直接開麥說的 好嘛 這份提問的 問啥了 我看不見 在那個聊天框裡邊 有一個同學問的 他為什麼看不到 這個同學怎麼沒有名字 是我們內大的同學嗎 學老師能看到嗎 我看不見 我現在正在忙活著 我想把這個共享取消掉以後 可能就可以回到那個 你取消掉就能看到了 我把這個共享先結束掉 共享結束 然後就可以 能看見這個聊天的這個記錄 對 他問的這個問題 我多少有點沒看明白 南宋考 就是這個 只能考出什麼具體怎樣考 是這一個 就這四個吧 這1234這四個是吧 對 對 行 我就按著這個 他的這個順序還好 他反正打了字了 我還能對著這個來討論 南宋考古能考出什麼呢 就是 因為我剛才也說的 就是 首先我 並不贊成 如果我們把 把我們的工作 放在一個正經補使 這樣一個角度來做 來做 所以呢南宋的考古 首先他並不為了論證 並沒有天然的責任 來說做這個工作來論證 宋史裡哪些是對的 哪些是錯的 南宋的考古就是 只是放在了南宋這個時空框架裡面 我們針對他 針對相關的遺跡遺跡 做的一個考古發掘 一個考古的研究 具體怎麼考 你看說具體怎麼考 你比如說宋靈 那麼具體的做法就是 我們把它做 做為一個整體的一個大遺址來做 不說宋靈吧 宋靈我說多了 比如說這個南宋連安城 那麼我們把它做為 南宋連安城 一個城市 那麼南宋連安城的城市 長什麼樣子 我們如何去理解它 這個賢存連安城的三張圖 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標誌嘛 對呀 這裡寫 這條街那裡寫那個法 那實際上它長什麼樣子 它是沒有具象的 那麼我們結合現在 在城市裡的 基本上是考古 這個我們杭州市所的同志 做了很多工作 結合這個考古工作 我們可以把這樣的一些 緊緊體現在地圖上的地名 讓它具體化 形象化 現在最典型的就是 他們做的最漂亮的 就是德寿宮 大家如果來過杭州 最近來過杭州 德寿宮都已經成為一個 網紅打卡點了 那麼當然 當然不是因為它是網紅 所以它重要 而是因為它重要 它才會成為網紅 那麼這樣的一個考古 就是邊發掘 邊做一個保護性 邊做保護 邊做保護性展示 那麼讓它能夠成為一個 更多人可以 觸手可及的 這樣一個過往的歷史 我覺得這是怎樣考 就是說永遠無法考出什麼 因為說有意 說無難 我們很難說 什麼問題永遠也沒有答案 你比如說 這幾個皇帝 到底將來 它是不是真的能夠明確 這具體的哪做夢 埋著哪個皇帝 我也不敢說一定能做到 但是呢 只要我們工作再做 那就很有可能 因為考古最大的 最大的一個願景 就是只要你付出努力 你在做工作 它的答案永遠都有可能出現在下一天 出現在明天 那麼第二個 我起這個東南行勝 這個應該是套到哪個詞上 我現在一時自己也卡格了 東南行勝 就是它原來在整個 整個浙江來講 它在整個中國的東南的區塊上 其實它原來並不具有任何的區位優勢 不管是在政治上文化上 它原來都沒有一些重要區位優勢 恰恰呢 自從這個 應該說我剛才最初提到的 這個唐代李弊 開始在杭州治理西湖 然後呢 為杭州飲淡水 這麼一個看似不起眼的事情開始 它逐漸走上的 先是走進了文人的筆下 白菊義多少的詩都是詠這個杭州城的 江南義最義是杭州 它多少的詠詩都是寫杭州的 這個時候它由於一個 東南默默無聞的一個小州 原來都是一個小州縣 那麼慢慢慢慢地形成 成為一個 這一區域的一個文化上 不敢說它是中心 至少它文化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文化的 一個文化人的一個集散地了 那麼等到了南宋以後 它成為了 它成為了這個 京城以後 就杭州成為了帝都 然後 紹興成為了皇陵所在地以後 杭紹兩地合成起來 這樣一個區域 它帶動出來的 就是把 浙江走 帶著浙江走出了一個 嗯 偏 偏居一語的 確實是偏在一方 偏居一語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小區域的概念 成為了一個 好歹是一個中央王朝吧 雖然這個王朝 偏 偏安一方 偏安東南 它成為了偏安東南的這個 中央王朝的中央核心 中央核心的 那麼 稱它這個區域 稱作為當地的 就是東南一語的 這樣一個行聖 其實問題不大 所以呢 我這裡用的一個 就是東南行聖 這樣的一個稱呼 就是要說 其實它的最精彩 它的最 在古代的中國裡面 這個浙江地區在最精彩的 最 不管是文化經濟上的 最突出的時代 就是在南宋這個時期 往前也有 但是畢竟沒有過大王朝的 這樣一個建設 相對還要差一點 往後 因為隨著這個經濟 隨著政治中心又移到 比如說明代 最初先移到南京 對吧 後來又遷移北京 政治中心整個的遷移以後 這裡呢 依然還是一個 經濟上依然很發達 但是呢 它的一個 這個這個政治的 政治的文化上 就遠遠不如 在南宋時期 顯得那麼突出的 尤其是你像 如果做歷史研究的人 做那個科舉的 統計過 就是 這個南宋一朝這裡 這浙江地區的這個禁是最多的 不就是因為它離首都近 沒別的原因 但是呢 這個時候它就成為了 確確實實 就成為了一個區域的核心 成為一個東南的行勝之地 這個沒有問題 那麼第三個問題是 對於浙江南宋考古唯一目的 唯一意義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唯一的目的跟意義的問題 這考古的工作本身它應該是一個比較寬大的 其實它是理解任何一個時代 不一定是 一個是不只是浙江 也不只是南宋 就任何一個時代的 一個時間段的一個考古 它都應該是對這個時間段 比如說講南宋 那麼跟南宋這個時間段 所有有關聯的區域的 區域的 然後呢 這個領域的 區域咱們講地方 然後講各個領域的 那麼它當時的這種文化 實際的這個面貌的一種 一種發掘與研究才對 就雖然我們 我在這裡扣上浙江兩個字 只是為了 一個是我 一個是材料所限 二個我不能把它放得太大 因為還有很多區 其實南宋的考古是非常豐富的 湖南的 湖北的 四川的 兩廣都很不一樣 四川呢 一個教堂的金子 一個教堂的銀子 它有很多的東西的 就特點都各不相同的 所以呢 這不能講唯一目的 唯一也只能說 我們舊的這個時代 我們希望能把這個 通過考古把這個時代 做得更清晰 讓人更能夠具象化去理解它而已 我覺得這個可以 第三跟第四這兩個基本上可以 我可以做一個 同樣這樣一個答案來回答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是能說得清楚的那樣 好的 看看其他同學還有沒有想交流的 無關人員就離開吧 無關人員就離開吧 每一次搞講座都要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進來 你開放了密碼的問題 你就不能阻攔人家進來聽會 那也是沒有辦法呀 其他同學沒有嗎 腦子空空問不出問題來 那我問一個吧 嗯 你說 這些年我感覺你一直在做這個南宋的宋墓呀 包括主要是高等級墓葬的 然後鄭老師那邊的書我也讀了一些 因為主要我做前段的 後段我屬實是不太了解 因為你剛才談到了一個問題 說後段歷史段網考古到底在考什麼 只是為了政經補使嗎 那我想問的就是 平民的且規整的 能夠給我們有效提供在 咱們也別扯太遠了 就說在南宋的這個政治制度管轄下 他們呈現的 是否呈現了一種 就是我們想像的大一統王朝下 規制非常嚴謹的這樣一種生活狀態 比如說我們的每一個墓葬 平民墓葬 你到一個什麼樣的級別 你應該按照一種什麼樣的方式 去埋葬或者是拘止 你只能修幾層的房子 是這樣的 他們有沒有呈現一種 特別符合規定的這麼一種面貌 是這樣啊 就是因為這也是我個人一直在努力在做的 其實我也非常喜歡去讀各些歷史文獻 但是呢我在工作的過程中呢 我會刻意地去 刻意地去避免去套用歷史文獻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的做法 都是先以考古為基本原則 為基本出發 做好這個田野發掘的內容 那麼很多的問題 你剛才提到很高級的問題 其實在田野 田野是可以回答的 是可以解決的 你比如說到規制 其實呢如果嚴格來看 很多地方 咱們會經常會發現出現越智的情況 所以如果說咱 當然我們說到越智 就等於說我已經 腦子裡先有個制度的 制度的標準在那 如果說咱們沒有制度的標準呢 那麼其實我們是可以通過 比如說通過更大的一個 大數據量的這種統計 來統合你比如說 剛才我提到的徐維里木 那麼還有中間提到的蘭諾斯大墓 這樣因為蘭諾斯大墓 他們有人當然推測 懷疑是某個親王的墓 就是那麼就是說 徐維里這樣的墓 這樣中橫官員的墓 同類墓葬 其實在其他地方不說 其實在浙江就很多 但同類的墓葬 它有很多共性 這個在田野裡的 田野的跡象裡 是可以總結出來的 可以通過統計的方式 來統計出來 那麼給它呈現出來 就是比如說它有幾 三級的拜壇 兩到三級的拜壇 那麼這個拜壇 這個拜壇的這個 跟它結合的這個周圍的環庸的做法 對吧 周圍環庸的做法 那麼作為墓葬本體 長寬比例 這個我沒有算 我是因為還沒有 原來就一直沒有這個意識 等我現在說 就可以去算它的比例 乃至於它的用的磚 我們現在經常的在浙江鎮上 一看到長條磚 哎呀這香高磚 這是個應該是個宋元墓葬 我說往往說這種話的時候 那就是一句廢話 那你到底是宋是元呢 是宋代的 是北宋的 是南宋的 是南宋早期的 南宋晚期的 這些從哪體現 這些從文字上是體現不了的 除非它這個磚上自己刻了名字 那麼這是另說 但大量的磚沒有 沒有 那怎麼做 那跟咱們做史前研究去統計 陶器類型有什麼區別 沒有呀 它做法其實是一樣的 我可以對這個磚做一個類型區分 做一個類型統計做區分 我就可以從僅從 純粹的考古學角度來講 我就有可能 僅根據這個磚的長寬大小 比例厚度這些東西 區分出不同建築 不同的墓園結構 它存在的這個時間長 這個就是從 純粹從田野考古學 就是可以做到的 當然這需要很大量的統計 統計學的基礎 當然如果其中在參加進一些 已經有明確紀年的墓葬 作為一個對照參照 當然這是更好 當然這哪怕沒有啊 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這是咱們從基本跡象 我拿了一個最小的一個例子 從基本跡象上可以去做的 另外就是說呢 我們在做這個呢 其實你說制度 制度有 但是每個地方的制度又在變化 這裡就是涉及到人群 不同人群對於制度的把控 而且還有 我說的北人南遷 北人南遷他南遷以後 都是陝西人 跑浙江跟跑四川的 最終可能他埋葬方式都會有不同 那麼他就有一個各自的在地化 這個是鄭老師常用 叫在地化的一個過程 江南化還是四川化還是兩廣化 就是不同的 那麼他的前提是原有的土著文化 咱們還必須了解 比如說在南遷之前的 北遷時期的廣州 它長什麼樣的 廣州的這些宋墓長什麼樣的 那麼進入南遷以後 它的變化什麼樣的 進入南遷以後 它的這個變化的方式 跟進入南遷以後 浙江遷墓的變化方式 到底有沒有 共同的一個變化的模式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 這種共性拿來討論制度層面的問題 而這個討論是可以暫時放開文獻的 而等到討論到一定的深度以後 結合文獻它能夠呈現出來的信息量 才會更大 而不能以文獻為先爐為主的一個先決條件 就先給出一個標準 就六級台階 這六級台階才是親王的 三級台階是平民的 咱們先有了這個概念以後 你的統計可能都會 考古學上的統計可能都會 因為人為的先決條件 先入為主的意識 而產生一些錯誤 我大概先回答這個 我其實就是給你挖了一個坑 因為我一直以來也在主張 歷史階段的考古 不能被文獻牽著鼻子走 不能放開文獻 但你也不能跟著文獻走 否則的話 考古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存在的意義了 前兩天把那個 《潛文獻下的大名》讀了一下 你就是哪怕從文獻裡邊看 你也能看得到 實際上的日常生活是沒有辦法 完全按照制度來走的 人是會鑽空子的 那更何況哪天的日常生活呢 所以就是考古這件事 我們講要回答 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一直就是很贊同你這個觀點的 就是我們應該從考古的講述 先描述出來一個圖景 然後它跟文獻形成的是一個對照組 對 就它不應該是一個帝王將相的 一個歷史的再次的呈現 而是一個整體的社會史的一種探索 縱然是在三代 我們一直在講什麼周禮啊 左朝右末啊 這些東西在考古上 我們都發現 它其實是有一個很漫長的之後性的 周初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實現什麼 四條木道 三條木道這個規矩的 所以就算是帝王將相 它也沒有辦法按照我們原來想像當中的那樣的去生活 它自己也得變通的 就像你說的 這個宋的王室遷到南方之後 我還想像北宋的那樣去埋葬去生活 那你地理條件不允許 是的 而且很多制度 咱們現在在文獻上可以看到的制度 它就跟你剛才提到的智後性 其實它是後總結的 你比如說唐六典 它是已經到了玄宗時候總結的 它總結出來以後自己制定了 唐六典其實可能在整個唐代 他們沒有真正實行過 沒有嚴格執行過 更不用說它作為一個制度層面的價值 那麼到宋代也是的 所以宋代 我們研究宋代 如果說文獻上的藉助的歷史的一些認識 不能藉助宋史裡面的大量的那些制 反而是宋慧耀 這個看上去非常零碎的 今天記什麼 明天記什麼 這些具體 計時的這些內容 反而是可以借鉤的 而宋史裡面的很多制書 都已經到 因為它到元代修制的時候 很多都已經是定型的 而在這個定型過程中 考古能呈現的恰恰是 在這個定型過程中 很多種可能出現的變化 謝謝李老師 看來我們的同學們 可能對浙江的情況了解的比較少 那我就是在免危其難的 問一個特別白 小白的問題吧 之前我一直 我其實也問過羅老師的 就是藍若寺的考古 最後能 它的藍若寺的保存下限能到清單 有四題的 其實就是想知道 潛尼爾倩故事的時候 普松林有沒有可能見過他 普松林有可能見過別的 因為其實 普松林的藍若寺呢 它其實呈現的是一個 很有意思的一個內容 就是寺 因為這裡 藍若寺的考古 我們很遺憾的是 真正那個藍若寺沒有去發掘 因為這裡就涉及到 其實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墓葬的功德焚寺 普松林的時代呢 依然有存在這種寺院 就是寺院裡放棺材 放著棺材 就這樣的一個體系 它應該說 起碼從宋代一直延續到清代 是一直存在的 就寺院代管的一些棺木 普松林看到的小倩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藍若寺的這個墓葬的這個體系 雖然墓葬可能老早就是 因為它墓葬的這個相關的親戚 可能其能後來斷絕了以後 就可能這個墓葬就慌在那 但是藍若寺這個寺院 極有可能會繼續存在下去 它守的就不再只是這座墓了 可能是周邊的其他的一些有關聯的 都會放到它們這來做一個祈福 它的這個藍若寺 更多的不是普松林底下的那個藍若寺 而是《紅樓夢》裡面的蠻團 那也就是說大概率 它寫的非常對於這個故事描述的非常具體 就是很有可能是 給普松林講這個故事的人 可能見過藍若寺的本體 但是他當時是不是叫藍若寺 還是呈現一個什麼樣的面目 跟我們現在的發現 在時還是對不上的 我其實說這不是那個墓葬本身 而是藍若寺 因為墓葬存在在寺廟裡這件事 是大家通行的一個認識嘛 所以這個寺本身存在 且還存放墓葬 才有可能出現這樣一個故事 否則的話 藍西藍若寺這麼具體的信息 它很難去獲取 是的 就這樣的一個狀態 應該是一直延續的 雖然放的棺材 可能放別人的棺材 這個狀態應該是延續的 所以其實我就更希望說 如果能夠把這個寺的本體 搞一搞 看看它延續時代 地層能不能延續到清代 這樣子 可能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課題了 不過會有一些客觀因素 影響我們 對 因為這個寺現在被一個水庫淹沒的 可能 短時間的座灘可能就不大 那沒關係 留待後人說吧 是的 如果同學們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 你聽不見掌聲 我給你鼓一個掌吧 好 謝謝 感謝李老師今天的精彩講解 好 再見 歡迎你隨時到內蒙來 我們下來面談 好 下次到忽視來面談 好的好的 感謝李老師 謝謝 李老師再見